第1761章 外出游历 郑海宗是重建的 还真没什么重宝 也就一见郑海鼎 不过郑海鼎不是灵宝 郑海鼎是郑海宗宗主的身份证明 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有了一套灵宝 郑海宗才有大派的气象 重建的门派想要恢复辉煌特别困难 最大的难题是没有重宝 一旦遭遇重大危机 道统很容易消失 一个势力想要传承下去 除了后继友人 有重宝或者强大血脉的灵兽很重要 南海十大宗门和十大修仙世家曾经都辉煌过 哪怕是没落了 凭借先被积攒下的底蕴 也不会断绝传承 只要出几个苗子就能重回巅峰 各个大势力的创始人都很厉害 比如太义仙门的四季建尊 四季建尊名镇东离界 太义仙门发展了数千年 坐稳东荒第一大派的宝座 青连王家现在走的是这些大势力走过的老路 一个门派没有重宝可不行 大长老对我有再造之安 一套灵宝而已 田师妹你就收下吧 王长生的语气诚恳 喝水不忘挖井人 别人对他好 他记在心里 紫月仙子略意犹豫 还是收下了 王长生也是一番好意 王长生望向程振宇和郑南 笑着说道 说起来咱们也是救时了 你们协助田师妹管理郑海宗 辛苦你们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们收下吧 他袖子一抖 一个精美的金色锦盒和一个青色玉霞飞出 落在程振宇和郑南面前 程振宇和郑南微微一愣 他们没有想到 王长生会送他们宝物 两人连声称谢 满脸感激地收了下来 王前辈 宗主 我们还有事要处理 先告辞了 城振宇躬身一礼 带着郑南离开了 留下王长生和紫月仙子二人 紫月仙子取出茶具七茶 和王长生品茶聊天 王师兄 汪师姐也快进入华神了吧 紫月仙子笑着问道 夫人有所感悟 我打算陪他游历一段时间 青莲岛已经布下了大阵 就算华神修士来袭 也能避难 不妨到青莲岛住一段时间 万一天兰宗修士 在此期间袭击郑海宗 那就麻烦了 王长生的语气诚恳 天兰宗修士 始终是一个隐患 郑海宗跟王家的关系人尽皆知 搞不好天兰宗修士 会对郑海宗修士动手 多谢王师兄的好意了 我是郑海宗宗主 应该坐镇郑海宗 这是我的责任 紫月仙子的神色认真 身为郑海宗宗主 隔三差五跑到青莲岛修炼 说不过去 他也不想这么做 王长生微微一愣 他听得出紫月仙子的话外之意 这是紫月仙子的选择 他也不好勉强 闲聊了一会儿 王长生就告辞了 利用传送阵返回青莲岛 空旷的大殿 只剩下紫月仙子一人 他坐在寓椅上面 遥望着远处天际 自言自语道 青莲仙旅 仙旅仙旅 两个人才是仙旅 青莲岛 天公风 这是王家炼气诗聚集的地方 也是家族的重地 王家出售的傀儡兽和法器法宝都出自天公风 山顶 一个宽敞的红石广场 聚集了数百名修仙者 从炼气期到结单期都有 他们围坐在一个圆形高台四周 王清庆坐在圆形高台上面 他正在讲解炼气之术 王清庆还是原英初期 闲暇之余 他会给后辈讲解炼气之术 从中挑选出好苗子加以培养 王长生是王家炼气水平最高的炼气师 受他的影响 有很多族人学习炼气之术 炼气之道 还是要勤学苦练 不要想着一步登天 脚踏实地 先把基础打好 王清庆缓缓说道 王英浩的炼气水平 仅次于王长生和王清庆 光有一个王英浩还不行 家族需要更多的炼气师 说的没错 基础是最重要的 基础打不牢 炼气水平高不到哪里去 一道温和的男子声音骤然响起 话音刚落 王长生从天而降 落在圆形石台上 王长生一出现 众修士一阵骚动 他们连忙站起身来 一口同声地说道 拜见老祖宗 他们的神色各异 有人好奇 有人激动 有人兴奋 有人紧张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王长生 只是看过王长生的画像 王长生温和的目光 从族人身上掠过 点了点头 说道 你们坐下吧 今日我给你们讲述炼气之术 你们好好听着 希望对你们有益 王长生讲起了自己的炼气心得 从法器的炼制到灵宝都有涉及 从炼气材料到炼气手法都有介绍 他的见识 远非这些族人可比 族人听得津津有味 王长生讲了大半天 族人授意良多 好了 今日就讲到这里 你们回去好好温习 炼气没有什么洁尽可走 只有勤学苦练 王长生教导道 一名高高瘦瘦的红衣青年 站起身来 躬身行礼 道 孙儿王华阳见过老祖宗 孙儿有一事不解 勤学苦练 炼气水平就一定能提升上去 那倒不是 这要看你的志向和信心 如果你一直原地踏步 始终无法前进一步的话 我劝你还是放弃 改学其他技艺 恕挪死人挪活 知道吗 王长生教导道 是 孙儿明白了 王华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坐了下来 清清 你跟我来 我有话跟你说 王长生化为一道蓝色顿光破空而走 王清清连忙跟上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清连峰的一座小院 清清 我打算陪你娘外出游历一段时间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乱跑 老实待在清连岛修炼 知道吗 王长生叮嘱道 他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王清清了 爹 娘要冲击化神期了 王清清有些兴奋地问道 如果汪如烟进入化神期 家族的实力会更强 王长生点了点头 道 准备而已 你娘修炼的功法有些特殊 还不知道要多久时间 知道了 爹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王清清点头答应下来 王长生翻手取出七彩琉璃波 递给王清清 说道 这件困笛灵宝你收下 就算碰到化神修士 也能拖延一些时间 谢谢爹 王清清称谢一声 收了下来 王长生轻叹了一口气 面露追忆之色 道 如果清智还活着就好了 弟弟泉下有知 也会为咱们高兴的 王清清安慰道 两日后 王长生和汪如烟 站在灵规的背上 王清清等人给他们送行 不要送了 你们回去吧 王长生吩咐道 灵规提表蓝光大放 加快了顿速 过了一会儿 灵规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海棠表妹 开启一部分户足大阵 爹娘不在 必须要加强戒备 王清清叮嘱道 叶海棠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高空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狂风大作 虚空中涌现出五颜六色的灵光 灵气朝着某个方向聚集 高空出现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 随着时间的流逝 灵气漩涡的体积越来越大 十分显眼 结音异象 长杰书在冲击园英期 王清清惊喜交加 以王长杰的资质 他进入园英期应该不难 王长杰可是闯过阵仙塔 第36层的天之骄子 第1762章 画凡 东荒 魏国 李家村 李虎是村里比较厉害的猎户 他家里还有一个瞎眼老娘 妻子已经怀孕了 李虎平日以打猎为生 生活还过得去 一条山溪从村尾流过 村民用溪水灌溉 一直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李虎每次进山打猎 少则数日 长则数个月 这一日 黄昏时分 李虎等多位猎户漫步在山路上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次 居然能猎到一只熊瞎子 皮囊拿到镇里售卖 肯定能买一个好价钱 今年可以过个好年了 李虎笑着说道 他已经想到了 怎么花这笔钱 给妻子买点补品 给体弱多病的母亲 拿几副药 咦 我们进山之前 还没有看到这里有人住 新班来的吗 一名猎户好奇地说道 李虎顺着同伴 所指的方向望去 看到了一座简陋的茅草屋 一缕吹烟 缓缓升起 茅草屋位于一座低矮的土坡上面 距离山西并不远 应该是新班来的 这世道不太平 我听隔壁村的刘麻子说 有响马截了几个大户 死了不少人 官府悬赏百两文银 都抓不到人 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咱们过去看看吧 能帮就帮衬一把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 李虎热心地说道 他早年差点饿死 是一位老猎户教他打猎 他怀着感恩之心 存利润遇到什么困难 都愿意找他 李虎等人来到茅草屋面前 一名身材高大的兰山青年 和一名五官如画的兰裙少妇 走了出来 他们正是王长生和汪如烟 汪如烟这次历练 跟上一次不一样 他想要做一段时间的凡人 体验凡人生活 王长生自然陪在他身边 俺叫李虎 少爷如何称呼 李虎小心翼翼地问道 从这两人的衣着打扮来看 一看就是出身富贵之家 哪怕是落魄的权贵 也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 阁下 你太客气了 我叫王长生 这是我夫人汪如烟 我们碰到劫匪 钱财被抢走了 迫不得已 在这里安身 王长生诚恳地说道 他已经很久没跟凡人打过交道了 有些不适应 这里没什么坏人 都是乡里乡亲的 你们安心在这里住下吧 你们的房子有些破 我们帮你们修一下吧 不然下雨的话 你们就要淋雨了 李虎热心地说道 他的妻子快生了 他希望王长生能教他孩子读书写字 不用跟他一样 一辈子待在村子里 王长生微微一愣 笑着点点头 李虎放下猎物 招呼同伴 帮忙把茅屋修好 王秀才 都是乡里乡亲的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李虎的语气热络 王长生笑着答应下来 他本想给一些铜钱做报酬 李虎等人拒绝了 夫君 咱们就在这里住下来了 好好体验一下凡人的生活 汪如烟面露憧憬之色 王长生点了点头 不管汪如烟要去哪里 他都会陪在汪如烟身边 就这样 王长生和汪如烟过起了凡人的生活 王长生修建了一个小水塘 种一些莲花 茅屋后面种着一些蔬菜 他负责耕田 汪如烟负责生米做饭 还要织布 两人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半个月不到 他们宁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李虎带着一些村民上门 说是 想请王长生教他们的孩子读书写字 他们用食物做报酬 望着众多村民期待的目光 王长生答应下来 李虎大喜 带人带了一间更大的茅草屋 让王长生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只有十多个孩子来读书写字 不是其他孩子不想识文断字 而是家里困难 他们没有时间学习 也拿不出食物当学费 王长生也没有勉强 来多少个孩子 他就教多少个孩子读书写字 王长生负责教书 汪如烟主动教村里的妇孺养残之部 因为王长生夫妇的到来 李家村发生了一些改变 春去秋来 七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块开阔地 王长生拿着一根削尖的棍子 在地上写字 四十多位孩童 手中都拿着棍子 在地上写字 村里的环境很简陋 他们买不起笔墨纸验 只能在地上写字 汪如烟教村里妇孺养残之部 收入提高了 村民的日子过得好了 来读书写字的孩子就更多了 先生 我写好了 您看看 一名五官端正的男童开口说道 男童穿着粗布衣裳 个子比较高 李清书 他是李虎的儿子 李清书这个名字 是王长生帮忙取的 王长生走过去一看 点了点头 称赞道 不错 继续努力 其他人要向清书学习 是 先生 种孩童一口同声答应下来 继续拿着棍子 在地上写字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出事了 我们遇到大猫了 一阵惊慌失措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王长生朝着远处望去 看到李虎等多位村民 朝着他所在的位置走来 村民们身上大多有伤在身 李虎昏迷不醒 鲜血染红了衣服 王长生是修仙者 耳力比较好 那些孩童根本没听到什么 你们慢慢写字 我有点是出去一下 王长生吩咐了一声 快步离开了 没过多久 他就来到李虎身边 李虎的左胸处 有树道恐怖的血痕 鲜血染红了衣服 不过已经止血 咦 孙二狗呢 怎么没看到他 王长生皱眉道 他已经跟这些村民混熟了 知道他们的性命 二狗子被大猫拖走了 我们遇到了两只大猫 突然窜出来 李老哥也被打伤 二狗子当场被拖走了 估计是没命了 王秀才 你身上有银子吗 我们想带李老哥去镇上看一看 王长生点了点头 取出一百多枚铜钱 全给了村民 数位村民带着李虎赶往镇上 找大夫治病 王长生冲入深山 在老虎的巢穴里 找到了一些带血的衣服 并未看到村民 好 两只老虎扑向王长生 不过王长生身上 突然冲出一股强大的灵压 他们顿时趴在了地面上 一动不动 五脏六腑被强大灵压震碎了 王长生轻叹了一口气 在这七年内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凡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他亲眼见识到 凡人的生老病死 感触良多 七日后 孙二狗家里为他举办葬礼 尸体都找不到 只是装了几件孙二狗穿过的衣服 挖个坑埋了 连棺材都没有 孙二狗的儿子被迫退学 拿起锄头耕田 家里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奶奶 和弟弟妹妹 他只能扛起生活的重任 茅草屋内 王长生正和汪如烟说着什么 他们都穿着粗不一长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凡人呢 夫人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王长生开口问道 汪如烟叹了一口气 道 凡人的生活不易 我体验够了 可以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 孩子们来上课的时候 发现王长生和汪如烟不见了 他们看了王长生留下的书信 知道王长生有事离开了 七日后 两位教书先生来到李家村 继续教孩子们读书写字 时间长了 村民也就慢慢忘记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 第1763章 江湖快野恩筹 中原 大秦王朝 这周 黑风山脉 位于这周和台州交界处 连绵十万里 山高陵密 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每年有不少商旅 从这里经过 打家劫舍的也不少 这一日 某条偏僻的小路 一帮劫匪 正在跟商旅的护卫厮杀 十几名护卫倒在地上 护卫的身上插着箭矢 一名脑袋上 有一道恐怖疤痕的黑脸大汉 手持一对黑色斧头 将两名护卫砍倒在地 一名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双腿打颤 脸色苍白 脚下流出一些黄色液体 他直接吓尿了 好汉饶面 钱财你都拿走 绕我一命 中年男子连忙开口求饶 语气有些颤抖 黑脸大汉一声冷笑 挥舞双腹朝着中年男子劈去 眼看中年男子 就要被砍成两半 一阵破空声响起 树莓青色莲花镖 从天而降 准确击中黑脸大汉的双手 剧痛之下 他丢掉了手中的黑色巨斧 满脸怒涩 一名身材高大的蓝山青年 和一名五官如画的蓝裙少妇 蓝山青年手中握着一把蓝色长刀 正是王长生和汪如烟 他们这一次融入世俗江湖 当快意恩仇的侠客 到处行侠仗义 青莲侠侣 是你们 居然敢坏我们黑风寨的好事 找死 黑脸大汉怒喝道 花音刚落 小鹿两侧的草丛之中 飞出密集的箭矢 直奔他们而来 王长生手腕轻轻一晃 一道蓝蒙蒙的刀器席卷而出 挡住了左侧袭来的箭矢 汪如烟右手一抖 一片犀利的箭气飞掠而出 挡住了右侧的箭矢 坑的一声闷响 蓝色长刀和蓝色长剑相碰 交叉到一起 朝着黑脸大汗击取 其他劫匪想要出手阻拦 王长生和汪如烟单手齐扬 一大片莲花镖飞射而出 洞穿了劫匪的身体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黑脸大汗的脑袋滚落下来 掉在地面上 无头尸体倒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地面 中年男子吓得瘫坐在地上 脸色发青 有一队商队正朝着这里过来 你好自为之 王长生拎起黑脸大汗的人头 和汪如烟离开了此地 乐成是这周的周城 商业繁华 往来的商旅众多 城门口入口处贴着十几张画像 都是官府通缉的江阳大道 悬赏最高的是黑风债债主 悬赏万两白银 陈大龙是知府的远方亲戚 借着知府的关系当个小头目 负责开关城门 这一日 他跟往常一样 在城门口喝着小酒 吃着小菜 百姓排队入城 咽果拔毛 一上午下来 他扣下了不少东西 鸡鸭鱼肉都有 王长生和汪如烟走到他的面前 王长生出一个简陋的木匣 说道 黑风债债主的人头 换万两白银 陈大龙连忙站起身来 满脸谄媚之色 道 王大侠真厉害 知府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想跟你们面谈 带路吧 王长生吩咐道 他们现在是侠客 他们四处灭杀那些江阳大盗 赏金分给那些穷苦人家 过了一会儿 王长生 汪如和陈大龙走进县衙 来到一座幽静的院落 没过多久 一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好了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下去吧 中年男子冲陈大龙吩咐道 陈大龙连声称是 大步离开了 王大侠 王夫人 你们武艺高强 半年不到 连续灭杀了27位官府通缉的劫匪大盗 你们有没有兴趣吃官饭 中年男子的语气温和 多谢知府大人的美意了 我们夫妇闲散惯了 吃不惯官饭 王长生委婉拒绝了 他们只是想体验侠客的快意恩仇 中年男子皱了皱眉头 道 要不这样吧 你们挂个须职 日后要是遇到麻烦 本官也好出面帮忙 不用了 我们心意已决 多谢知府大人的好意了 王长生不为所动 中年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恼怒之色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张银票 丢给王长生 说道 悬赏令有变 黑风债债主的人头只值一千两 你们可以走了 王长生也不生气 收下银票 和汪如烟离开了 哼 不识抬举的东西 以后有你们好看的 中年男子讥笑道 一脸不屑 一年后 某个破败的山庙 数十名衣衫蓝绿的乞丐 聚集在山庙之中 他们浑身泥垢 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恶臭 庙门被推开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走了进来 青莲侠侣 王大侠 王夫人 你们算是到了 一名年过半百的老乞丐 站起身来 快步来到王长生面前 神色激动 王长生取出数十两白银 递给老乞丐 说道 这些钱 你们拿去买些吃的 快要过冬了 买几件玉寒的衣服 说完这话 王长生和汪如烟就要离开 这些年 他们专杀官府通缉的江阳大盗 换取赏金 他们把赏金分给穷苦人家 让他们过得好一点 等等 王大侠 我们不要钱 老乞丐叫住了王长生 王长生转过身来 说道 你们想要什么 老乞丐突然洒出一片青色粉末 击向王长生和汪如烟 王长生和汪如烟也不躲避 吸入了青色粉末 我们要你们的命 反贼 中了化工散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老乞丐狂笑道 十几名乞丐纷纷取出兵器 将王长生和汪如烟团团围住 什么反贼 你们不要污蔑我们 汪如烟冷着脸说道 哼 我们前不久抓了一伙反贼 他们已经招供了 你们就是首脑 我们奉命缉拿 你们归案 你们受死吧 老乞丐冷笑道 愚蠢 我们杀了位六王爷敛他的响马 就给我们安罪名 可笑 可笑 王长生激笑道 一脸不屑 他的身上冲出一个强大的灵压 老乞丐等人 纷纷倒飞出去 不过没有性命之忧 江湖也不过如此 跟修仙剑没什么区别 汪如烟叹气道 他们做了不少好事 到头来被权贵扣上反贼的帽子 只是因为 他们杀了权贵敛财的手下 王长生和汪如烟 化为点点蓝光消失不见了 从未出现过 老乞丐等人目瞪口呆 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1764章 顿悟 北疆 精确方式 精确方式是一座中型方式 由三个修仙家族管理 陈乐是一位炼器修士 他是散修出身 平日以猎杀妖兽为生 灵气经常受损 他舍不得换新的 一般是拿去修补 实在用不了了 才会换新的 没办法 囊中羞涩 这一日 他正在街上闲逛 街道两侧店铺的好东西不少 不过他大都买不起 陈乐来到一间三层高的青色楼阁 牌匾上写着 灵兵阁 三个金色大字 这是一家兵器店 陈乐走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 陈乐走了出来 满脸失望 药价也太高了 要省一点零食 买几张福转才行 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出发猎杀妖兽了 陈乐自说自话 摇了摇头 朝着前面走去 他跑了十几家兵器店 有的兵器店要价太高 有的店铺 根本不做他的生意 有的店铺质量不行 有的店铺 要十天半个月才能修复 不知不觉 天色就暗了下来 街道上人流涌动 十分热闹 咦 青莲堂 新开的兵器店吗 陈乐站在一家小店门口 店面不大 店主是一名身材高大的兰山青年 看灵器波动 这是一名炼器修饰 店里摆放着一些灵器 等街并不高 他鼓起勇气 走了进去 修补灵器吗 陈乐一边说着 一边取出一把 没有了刀柄的青色飞刀 刀刃上有两个缺口 兰山青年点了点头 道 当然 新店开张 十五块零食 什么时候能拿货 陈乐追问道 十五块零食的价格也不贵 店里没什么生意 我现在就给你修补 一展茶的时间就能拿货 兰山青年笑着说道 陈乐面露喜色 道 好的 那就拜托了 兰山青年开口喊道 夫人 你出来看一看店铺 来客人了 很快 一名五官如画的兰群少妇 从后院走了出来 兰山青年和兰群少妇 正是王长生和汪如烟 他们体验过凡人的生活 现在是体验低阶修士的生活 王长生拎着青色飞刀走进后院 汪如烟跟陈乐闲聊 一展茶的时间后 王长生走了出来 手上握着一把青光闪闪的飞刀 陈乐瞪大了眼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还以为自己买了一把新的灵器 在下陈乐 还没请教道友如何称呼 陈乐客气地问道 在下姓王 这是我夫人 王长生微笑着说道 原来是王掌柜 这是十五块零食 以后我就在你们这里买零器了 如果质量不错 我会向同伴推荐的 陈乐父亲零食 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相识一笑 两人都没有说什么 五年后 清联堂 王长生正捧着一本厚厚的古籍 看得津津有味 陈乐大步走了进来 脸上有一道恐怖的伤疤 左臂不翼而飞 王掌柜 我要的东西炼制出来没有 陈乐开口问道 他这几年都在青莲堂购买零器 青莲堂的零器质量很不错 可惜掌柜不过炼器期 只能炼制出零器 王长生微笑着点了点头 取出三颗淡红色的圆珠 道 我用秘法炼制出来的 每一颗都堪比助机修士一击 陈道友要小心使用 这是一次性使用品 放心 我心中有数 多谢了 王掌柜 陈乐父亲临时 带着三颗红色圆珠离开了 汪如烟从后院走了出来 他望着陈乐离去的背影 轻叹了一口气 道 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 青莲堂出售零器和福转 质量不错 吸引了不少炼器修士 时间长了 他们有了一批忠实的回头客 不过有些回头客突然失踪了 他们失踪前 都跟青莲堂购买了一批法器 自然是去猎杀妖兽 有些练器修士 身受重伤而归 无法在猎杀妖兽 不再追求长生大道 娶妻生子 平平淡淡过一生 后一代又资质不好的话 只能重复他们的老路 个别资质好的修士 能够败入宗门 低阶修士的日子并不好过 特别是散修 能够出头的太少了 这五年来 他们的老顾客 换了一批又一批 修仙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这是他的选择 别人帮不了他 他想在仙徒走得更远 只能靠他自己 王长生叹气道 他这番话 也是说给汪如烟听的 汪如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一年后 清联堂 王长生正在跟汪如烟聊天 陈乐大步走了进来 他的气息比以前强大不少 赫然进入了住基期 陈道友 不对 陈前辈 好久不见 我说 你怎么不来我们清联堂了 原来进入住基期了 恭喜啊 王长生笑着恭贺道 多亏了王掌柜卖给我的灵气 否则我恐怕无法活下来 更别说进入住基期 陈乐感激道 他话锋一转 道 我已经加入了孙家 你们有没有兴趣为孙家做事 凭借你们的炼气制服水平 我为你们说话 肯定能加入孙家 孙家的结单老祖 有三名之多 你们加入孙家 更容易住基 多谢陈前辈的好意了 我们心领了 王长生委婉地拒绝了 陈乐再三劝说 王长生还是拒绝了 好吧 你们要是考虑清楚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 告辞 陈一乐告辞离开 他的路走错了 弱的时候 依附别人没什么 如果只想着依靠别人 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王长生点平道 汪如烟点了点头 道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 路径不同 终点是一样就行了 还是要看他怎么走 走错了还能改回来 就怕他一意孤行 一路错下去 半年后 孙家跟另一个势力爆发冲突 陈乐死于那一场冲突 青莲堂随之关门 时间长了 其他修饰 也就忘记了青莲堂这家小店 南海 经欧海域 一只百余丈大的蓝色巨龟 飘浮在海面上 巨龟的脑袋酷似麒麟 正是灵龟 王长生和汪如烟 坐在灵龟的背上 汪如烟正在弹奏乐曲 一阵阵婉转的琴声响起 王长生手中拿着一本厚厚的古卷 看得津津有味 身旁摆放着一个精美的青涩香炉 一缕缕淡淡的檀香飘出 王长生和汪如烟 在东黎界游历了二十多年 东荒 中原 北疆和西末都跑了一趟 体验不同的人生 凡人 侠客 商人 小修士等身份都有 感触良多 在此期间 王长生已经服用了五阶龙园 和金髓断骨丹 肉身得到进一步增强 按照契林所说 金髓断骨丹 是为了让他可以驱使九胶骨 九胶骨只有体修才能驱使 灵龟的速度并不快 王长生和汪如烟 坐在他的背上 如履平地 过了一会儿 琴声变得急促起来 充满了肃杀之气 王长生扭头望向汪如烟 他发现汪如烟闭上了双眼 他的眉头紧皱 琴声越来越急促 让人听了 心情激昂 恨不得立刻跟敌人厮杀 王长生心念一动 灵龟停了下来 他袖子一抖 十八颗定海珠飞射而出 化为十八道蓝光 朝着四周飞射而去 他发觉一掐 轰隆隆的轰鸣声响起 海面顿时炸裂开来 以灵龟为中心 方圆三百里的海面上 冲起一道道粗大的蓝色水柱 有十八道之多 十八道蓝色水柱冲到高空 汇聚到一起 化为一道凝厚的蓝色水柱 将方圆三百里都笼罩在内 所有人不得靠近此地 围者严惩不待 王长生的声音在高空响起 方圆千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汪如燕的双目紧闭 脸色有些铁青 似乎遇到了让他十分生气的事情 一道道蓝色音波席卷而出 陆续积在海面上 海面顿时炸裂开来 浪花四溅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支支堤介于腰浮出海面 体表没有丝毫伤痕 不过五脏六腑全部被震碎了 第1765章 汪如燕冲击化神器 岁月如梭 三十年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金欧海域 某片蔚蓝的海域 一道金光出现在天际 伴随着一阵阵巨大的爆鸣声响起 一大片红色刀器从天而降 劈在海面上 溅起无数刀浪花 一大群低阶妖兽浮出海面 鲜血染红了一小片海水 一支领尾较长的金色海鸥 快速从高空掠过 它的体表伤痕累累 又找不翼而飞 左翼有些不自然 显然是遭到了重创 金色海鸥 发出一阵阵尖锐的鸣叫声 翅膀扇动不停 速度加快一倍不止 砰的一声闷响 一道若隐若现的蓝色光幕凭空浮现 挡住了金色海鸥的去路 金色海鸥恼羞成怒 张嘴喷出一道婴儿手臂粗的金色火焰 激在蓝色光幕上面 冒起一阵阵白烟 蓝色水幕表面 荡起一阵涟漪 密集的蓝色水绳飞出 缠住了金色海鸥的身体 一名百余丈高的蓝色巨人 从水幕表面钻出 蓝色巨人一拳 砸在金色海鸥的脑袋上 一声闷响 金色海鸥的脑袋爆裂开来 一道红色盾光出现在天际 速度特别快 没过多久 红色盾光停了下来 赫然是一名身穿红色净装的独臂大汉 正是刘乌鸭 他已经进入原因期了 以猎杀妖兽为生 他并不有去找王家报仇 他的修为太低了 还需要隐忍 清连仙旅 清连剑尊 百灵仙子 紫霄真人等人都不是他能招惹的 蓝色巨人将金色海鸥丢给刘乌鸭 一道威严的男子声音骤然响起 不许靠近这里 威者言诚不待 刘乌鸭接住金色海鸥 连声称是 对方能够轻易灭杀 一只四街妖情 肯定不是一般人 搞不好是化神修士 蓝色光幕内 灵规飘浮在海面上 王长生和汪如烟 站在灵规的规备上 汪如烟双目紧闭 体表笼罩着一层蓝色霞光 海面上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掀起一道道巨大的海浪 高空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一团巨大的雷云 毫无征兆出现在汪如烟头顶的高空 电闪雷鸣 可以看到一条条银色雷蛇 雷杰终于来了 王长生轻松了一口气 汪如烟冲击化神器的时间比他还长 历练二十多年 闭关三十年 这才引来雷杰 王长生化为一道蓝色顿光破空而走 他若是留在这里 雷杰的威力会更大 高空传来一阵阵巨大的雷鸣声 狂风肆虐 雷云剧烈翻滚 体积不断长大 遮天蔽日 仿佛末日一般 王长生停在了百里外的一座荒岛上面 眉头紧皱 天地灵气的变化引起了大量修士的注意 他们纷纷朝着这里飞来 有人以为是一宝出世 也有人以为是古修士洞府 王长生法爵一掐 海面上掀起一道道惊天巨浪 化为五名百余丈高的蓝色巨人 正是癸水立世 他进入化神器近百年了 法力精进不少 可以召唤出五名癸水立世 所有人不得靠近此地五百里 围者杀无赦 王长生的声音在方圆千里响起 众修士面面相去 纷纷离开了 回去报信 王长生倒不担心这些修士 他担心的是 汪如烟能否度过五九雷劫 高空的雷云剧烈翻滚 风云倒卷 狂风肆虐 掀起一道道惊天巨浪 如同海啸一般 汪如烟睁开了双眼 神色凝重 他取出天幻琵琶 弹奏起来 周身涌现出点点蓝光 化为一枚枚悬傲的音符 上百枚蓝色音符凝聚到一起 化为一道凝厚的蓝色光幕 将它照在里面 一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划破天际 劈向汪如烟 银色闪电劈在蓝色光幕上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 蓝色光幕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琵琶声不断 海水剧烈翻滚涌动 掀起一道道巨浪 化为一道道蓝色水墓 护竹汪如烟 高空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一道道银色闪电劈下 五百里外 某座荒岛 刘乌芽站在一座高耸的山峰上 他遥望着远处天际的雷云 眉头紧重 青莲仙旅 刘乌芽在心中暗暗想到 脸色变得沉重起来 众所周知 太号真人修炼水系功法 天晴仙子修炼英律功法 整个东历界独此一家 天晴仙子已经在元阴期停留多年 这么大的动静 肯定是冲击化神期 一旦天晴仙子进入化神期 他复仇的难度更高 太号真人给天晴仙子护法 他可不敢捣乱 那是找死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实力不如人 只能忍耐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刘乌芽深吸了一口气 化为一道红色顿光破空而走 消失在天际 千湖界 一个四通八达的山谷 谷内有一座占地极广的府邸 水泻走廊 假山花园 比比皆是 种植着大量的奇花异草 一座青色石亭 司徒妹正和一名皮肤辣黄的 灰袍老者品茶聊天 灰袍老者方脸小眼 给人一种尖酸刻薄的印象 司徒妹身上 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灵压 赫然进入了化神器 他出卖了天兰宗修士 得到魔族看中 魔族利用真魔之气 为他灌体 他顺利转化为魔族 并且改修了魔族功法 他现在是魔族了 不是人族 魔族修炼 需要吸收真魔之气 这才是真正的魔修 东离界所谓的魔修 只是指作恶多端的修士 人族想要转为魔族并不容易 十个人里面 也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成功 失败就是死 司徒妹的寿元 本来就所剩无几 豁出去拼一把 顺利成为魔族 我们无法联络到魔界的圣族 不会去袭击其他界面 只要咱们控制住千弧剑 慢慢修炼 迟早能飞升魔界 灰袍老者缓缓说道 司徒妹点了点头 道 我出来乍到 很多事都不懂 还请孙道有多多指点 你好好修炼吧 等你彻底改修了功法 实力会进一步增强 到那时 你就会体会到魔族的强大 远不是灵修可比的 灰袍老者说完这话 起身离开了 司徒妹倾吐了一口浊气 自言自语道 日月宫 大燕王朝 等我修炼到化神后期 再去找你们报仇 第1766章 汪如烟进入化神期 东离界 南海 经欧海域 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 飘浮海面上 汪如烟坐在龟背上 脸色略显苍白 高空有一团百鱼 胀大的黑色雷云 金莲琴飘浮在她的身前 灵光暗淡 轰隆 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响起 黑色雷云剧烈翻滚 化为一条腰身粗大的银色雷蟒 扑向下方的汪如烟 这是最后一道雷劫 汪如烟必须要引入一些雷电之力 淬炼肉身 从而使得肉身谈话 若是雷电之力太弱 肉身无法发生谈话 那就需要灵丹妙药辅助 如果雷电之力太强 杜劫者可能会灰飞烟灭 这也是很多原因修饰 冲击化神失败的原因 汪如烟的食指掠过琴弦 一阵激昂的琴声响起 一道蓝蒙蒙的银波席卷而出 迎向银色雷蟒 银色雷蟒张开血盆大口 将蓝色雷蟒吞掉了 他的身体一分为二 化为两条银色雷蛇 扑向汪如烟 琴声变得急促起来 一道道蓝色银波席卷而出 银色雷蛇二分四 四分八 十个呼吸不到 银色雷蟒就变成了数千条持续长的银色雷蛇 铺天盖地的 积向汪如烟 汪如烟法觉一掐 金连琴绽放出刺目的灵光 一道柔和的蓝色水目凭空浮现 照住汪如烟全身 轰隆隆 一阵震天撼地的雷银声响起 刺目的银色雷光 淹没了汪如烟的身影 一些银色雷蛇撞在了灵龟的身上 灵龟发出凄厉的嘶鸣声 海面掀起一阵阵惊天巨浪 过了一会儿 银色雷光散去 金连琴散落着汪如烟身前 琴弦断了大半 表面有十几刀裂痕 甚至有些地方烧焦了 冒起一阵黑烟 汪如烟的脸色苍白 身上的法衣有几个明显的破洞 手臂有些焦黑 嘴角有一些鲜血 她并不是体修 利用本命法宝 削弱最后一道雷结 引导一些雷电之力 淬炼肉身 还是受伤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取出一个金色瓷瓶 和一个青色玉霞 这是两份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汪如烟服下两份灵物 闭上了双眼 炼化那股庞大的药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 汪如烟身上 散发出一阵奇特的异香 酷似檀香 肉身谈话 她还是要借助外物 才能走到这一步 若不是王继云 从镇仙塔 得到两颗金阳玉露丹 汪如烟也没能这么奢侈 辅助冲击化神器的灵丹妙药 在东黎界也不多见 大宗门可以拿出一份 毕竟传承悠久 王家底蕴浅薄 还无法自造 只能从敌人手上抢 半天后 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 骤然掀起一道道惊天巨浪 海啸声不断 可以看到大量的妖兽 它们跟打了鸡血一样 朝着汪如烟所在的位置冲去 王长生发觉一掐 五名魁水立势双拳一动 砸向袭来的妖兽 轰隆隆 一阵震耳欲聋的暴鸣声响起 一只只低阶妖兽 被密集的蓝色全影砸中 化为一片血雨 以灵归为中心 方圆百里的海水 快速旋转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产生一股强大气流 几座无人的小岛 被强大气流碾碎 消失在巨大漩涡之中 妖兽靠近巨大漩涡 立刻化为一片血雨 四阶妖兽也不例外 王长生亲自给汪如烟护法 除非出现五阶妖兽 否则根本没人能伤到汪如烟 十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有大量的修士文风赶来 他们并不敢靠近此地 在千里之外聚集讨论 越来越多的妖兽朝着这里冲来 不过他们刚靠近巨大漩涡 就被碾成血雨 妖丹和惊魂都未能留下 某座百里大的荒岛 数千名修士聚集在岛上 从练习七到园阴七都有 这是哪位前辈在此渡劫 居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啊 我上次见过清虚派修士 冲击园阴七 动静也没有这么大 怎么这么多 妖兽朝着这里赶来 还有四阶妖兽 难道是有高阶修士 在猎杀妖兽 睁开眼看清楚 四阶妖兽也挡不住 一个照面就被灭杀了 估计是化神器的前辈 在修炼大神通 咱们还是不要靠近了 众修士议论纷纷 他们都不敢靠近 就在这时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一条通体雪白的蛟龙 出现在天际 一对修士站在白色蛟龙的背上 正是王清凌等王家子弟 王家有商队 从金欧海域经过 王长生让他们报信 王清凌等人 本打算亲自过来 给汪如烟护法 不过王长生拒绝了 有他一人就够了 没必要耽误王清凌等人修炼 王家特意在金欧方式 设立了一处据点 王清凌 王秋明和王梦冰 在金欧方式修炼 接到族人报信 他们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百灵仙子 他们是青连岛王家子弟 他们怎么来了 搞不好是天晴仙子 在冲击化神器 否则百灵仙子 不会大老远跑来这里吧 则则 如果天晴仙子 也进入化神器 王家就是南海 第一修仙士家了吧 一家两位化神修士 众修士议论纷纷 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羡慕的表情 王清凌等人正要靠近 王长生的声音 在他们耳边响起 你们在外围警戒就行了 不用过来 王清凌轻松了一口气 听王长生的口气 汪如烟应该没有答案 他安排族人分散开来 在方圆千里巡逻 不要让闲杂人等 打扰汪如烟冲击化神器 三天后 汪如烟骤然睁开了双眼 体表绽放出刺目的蓝光 气息暴涨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灵压 海面掀起一阵惊天巨浪 终于进入化神器了 汪如烟长吐了一口浊气 眉欢眼笑 他冲击化神器的时间 比王长生长 过程也比较繁琐 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 他总算是进入化神器了 王长生从天而降 满脸关切之色 夫君 我没事 就是亏损了一些元气 这一次 若不是有两份灵物 我也无法进入化神器 汪如烟嫣然笑道 雷杰之力太强了 普通修士根本不敢引导太多雷电之力淬炼肉身 这就很难使得肉身谈话 只能借助外物辅助 没事 进入化神器就好 咱们回清联岛吧 王长生喜不自胜 灵归发出欢快的嘶鸣声 快速朝着前面移动 一个月后 天晴仙子进入化神器的消息 传遍南海修仙界 所有势力为之震动 第1767章 祭告仙人 召开清联法会 五龙海域 清联岛 某座幽静的院落 西门凤正在跟王长杰说着什么 王长杰已经进入原因期 西门凤还是结单期 冲击原因期失败 就要生死盗销 为了完成王明仁的遗愿 他并没有冲击原因期 除了帮助家族发展 西门凤大部分的精力 都在王长杰身上 他经常托人给王长杰带修仙资源 王长杰不负他的期望 闯过阵仙塔第36层 得到通天灵宝 明镇东离界 西门凤在太乙仙门的地位 水涨船高 有很多同门向他示好 西门凤感到很骄傲 娘 我已经接阴了 您不用再给我送修仙资源了 应该是孩给您修仙资源才是 王长杰正色道 他能有今天 西门凤功不可没 娘无心冲击原因期 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了 我在你跌坟前发过誓 要看着你成才 你就收下吧 过一段时间 你跟我去一趟太乙仙门 我介绍刘师博给你认识 他是四节炼丹师 炼丹水平高超 有他指点 你进步也会快一些 西门凤满脸慈爱 他最大的愿望 是看到王长杰成才 但倒是王家最薄弱的地方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让王家底蕴太浅 太乙仙门的底蕴身后 王长杰跟太乙仙门的四节炼丹师 请教交流 炼丹水平提高的速度更快 若不是王长生进入化神期 太乙仙门的四节炼丹师 也不会指点王长杰 这事倒是很现实的 好的 我会努力的 娘 我一定会成为家族第一位四节炼丹师 季高清奇 王长杰答应下来 王清奇一直希望家族培养出一位四节炼丹师 直到他去世 也未能如愿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吟声响起 一道青色顿光掠过高空 王长生 汪如烟 王清凌等人 站在飞龙在天图上面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浓浓的喜色 没过多久 飞龙在天图落在一座青石广场上面 王长生等人走了下来 秋明 召开族内的高层 在一室厅开会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王长生吩咐到 眼中满是喜色 是 祖父 王秋明领命而去 王清凌等人各回个家 忙活起来 王长生和汪如烟来到青莲楼 青莲楼供奉的都是王家英烈的灵牌位 王长豪 王清远 王清俊 王清奇等等 他们在家族崛起的过程之中 发挥了重大贡献 遗憾的是 他们未能活到今天 享受家族崛起带来的福利 不过他们的后人都过得很不错 王长生点燃一束檀香 插在香炉之中 他和汪如烟一起叩拜先烈 爷 祖长 爹 娘 十八爹 清智 清俊 清奇 如烟进入化神期了 从今以后 我们王家卫烈南海十大修仙世家之一 没人可以欺负我们王家了 王长生的语气沉重 心中五味杂陈 回想这些年的经历 他为那些死去的族人感到痛心 他现在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谁能想到 王家能出现两位化神修士 整个东离界拥有两位化神的势力 屈指可数 有我们在 没人能动得了咱们家族 族人可以安心修炼 不用再四处颠簸流离 汪如烟认真地说道 家族这些年遭到了不少磨难 每次家族发生重大危机 族人就要分散开来 当当当的钟声在青莲岛上响起 传遍整座青莲岛 咱们离开了五十多年 不知族内多了多少位元英修士 王长生笑着说道 在他们离开之前 有多位族人在闭关冲击元英期 他们来到议事厅 王清庆等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在这五十多年内 王继云 王长杰 王有为 欧阳明月 陈旭东 王孟坟六人相继进入元英期 王荣亭 王荣飞 和王荣湘三人结因失败 生死盗销 王家现在有十三位元英修士 分别是王青山 王清凌 王孟兵 王秋明 王天文 王清庆 王继云 王长杰 王有为 欧阳明月 王孟坟 陈旭东 叶海棠 优秀的杰丹修士 有王英杰 王孟轩 王秋新 王秋丽 王荣淼 王孟泱等等 王孟泱在商盟做事 暗中协助家族 王清山等人 纷纷给王长生和汪如烟行礼 每个人的神色都很激动 一家两位化神 这是多大的荣耀 从今天开始 咱们家族就有两位化神修士了 孟坟 吩咐下去 十年后 咱们家族举办清联法会 邀请各大势力参加 另外 在此期间 执法堂弟子 加大巡查力度 严惩违反族规的族人 不管什么时候 每一位族人都要遵守族规 王长生吩咐道 语气沉重 是 老祖宗 我马上去办 王孟坟满口答应下来 以后每隔三百年 咱们就举办一次清联法会 广妖园音修士参加 十年后召开第一次 以后三百年召开一次 汪如烟叮嘱道 各大势力都会定期举办庆典 广妖宾客 扩大自身影响力 并借此机会收集修仙资源 王家以前也举办庆典 影响力并不大 仅限于几个海域 一来王家底蕴比较浅 二来王家的影响力不够大 就有足够大的影响力 肯定能吸引不少修士参加 没问题 十年的时间 也够咱们家族准备了 王孟坟激动地说道 对了 藏仙海域的情况如何了 绝灵之气 还没有散去吗 王长生问起了正事 王清凌等人 驻守在金欧海域 不太清楚 藏仙海域的情况 算一算时间 藏仙海域的绝灵之气 存在一百多年了 最久的一次 绝灵之气存在了数百年 还没有散去 天兰宗修士也没有露面 好像失踪了 王孟坟如实说道 王长生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略过在场的族人 陈生说道 你们都记好了 以后要秦家修炼 修仙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资质不代表绝对 天道酬勤 知道吗 谨尊老祖宗教会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王长生叮嘱了几句 让他们回去修炼了 回到清连峰 汪如烟进入密室闭关 进入化神期后 他掌握了两门新的神通 等他掌握这两门神通 他在跟王长生联手 实力会更强 王长生取出炼器材料 修补金连琴 金连琴是法宝 被雷杰披伤了 受限于材料 王长生未能将其提升为灵宝 他手上价值最高的炼器材料 就是明月之水了 金连琴要提升为灵宝 要么有五阶蚕丝 要么有特殊的万年灵墓 并不是任何一种万年灵墓 都能拿来炼制秦雷灵宝 第1768章 皇甫世家受邀前来 十年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东荒 太义仙门 太义殿 刘夜坐在主座上 脸色凝重 孟天正和张展峰站在两旁 他们的神情凝重 天秦仙子也进入了化神期 如此一来 王家就有两位化神修士 可以庇护王家两千多年 刘夜缓缓说道 太义仙门跟王家的关系还不错 汪如烟进入化神期 对太义仙门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太好真人进入化神期 没有举办大典 王家现在举办清联法会 估计是庆祝清联仙旅进入化神期 我亲自带队去一趟吧 孟天正沉声道 王长生和汪如烟举办结音大典的时候 他亲自去祝贺 刘夜点点头 道 你可以把契林跟你说的话告诉他 算是试好吧 其他人就算了 希望能得到飞升灵界的办法 契林告诉孟天正 他有办法飞升灵界 前提是要弄到足够珍稀的材料 他才会告诉孟天正 如果太多人知道这个消息 方法可能就不奏效了 没问题 我知道怎么做 就是鹤里有些棘手 孟天正皱眉说道 五阶材料并不是大白菜 不可能轻易送人 我记得宗门宝库里有一坤五阶蚕丝 你带上吧 不是摆给他 跟他换一些材料 他们在镇仙塔 肯定获得了不少好东西 刘夜吩咐道 是 刘师祖 孟天正答应下来 起身离开 北疆 凤鸣山庄 一是听 武昌 李林儿和一名白面无须的青袍老者 正在说着什么 王家举办青莲法会 还有华神修士讲道 他们也收到了请柬 七叔 族内就拜托您了 我们动身前往南海 参加青莲法会 武昌笑着说道 路上多加小心 天兰宗修士 说不定会冒出来抖乱 青袍老者 神色凝重地叮嘱道 知道了 我们走了 武昌和李林儿满口答应下来 起身离开 中原 大燕王朝 一座陡峭的晴天飓风 浓雾遮掩住大半座飓风 山顶 周星国正在跟周宁霜说着什么 天兰宗修士还在暗处 我走不开 你们多加小心 周星国叮嘱道 知道了 孙儿会小心的 周宁霜答应下来 某个隐秘的地下洞窟 龙霄瑶和李朔 正在说着什么 两人的脸色凝重 青莲仙女 双双进入化神期了 真是小看了他们 早知道如此 当年在前线就出手杀了他们 李朔咒没说到 现在说这些太晚了 青莲法会搞不好 是东黎界设下的一个圈套 不管他们 继续等吧 我就不信 绝灵之气千年不散 龙逍遥的脸色阴沉 如果只有青莲仙女二人 他们自然不怕 就怕这是一个圈套 南海 万寿岛 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 公孙央正在跟一名虎背雄摇的金山大汉说着什么 金山大汉的五官端正 满脸求须 金天龙 万寿岛副岛主 他花了八百多年的时间 耗费大量的修仙资源和精力 才培养出一条四阶的金燕胶 已经成长到四阶上品 他本人也有原因后期的修为 这一次青莲法会 我亲自带队 金师叔 您既然也想去 那就一起吧 公孙央笑着说道 他已经进入化神期 不过他师父跟金天龙是同一个师父 他要称呼金天龙为师叔 我再就想结识一下青莲仙旅 还有百灵仙子 整个南海修仙界 就咱们万寿岛和青莲岛王家 有四阶骄龙 金天龙豪爽一笑 满脸憧憬 他给金燕胶 服用了大量的灵丹妙药 他才得以进入四阶 有同门效仿他的做法 并未能培养出四阶骄龙 这并不奇怪 成功是很难复制的 不过有借鉴之处 五龙海域 青莲岛 随着青莲法会的临近 大量的修士从天南地北赶来 跟王家关系亲近的势力代表 直接住进了青莲岛 关系一般的 只能住在外岛 外岛距离青莲岛并不远 专门用来安置宾客的 青莲仙旅 双双进入化神期 前来参加青莲法会的宾客太多了 王家不得不增派了巡逻人手 并且启动户足大阵部分禁止 免得有人捣乱 一队修士正在带队巡逻 为首的是一名二十出头的蓝山青年 蓝山青年五官端正 身材魁梧 脸上透露出浓浓的自信 王华阳 他是王明江的后人 以您的本事 肯定能入选十八英 一名族人恭维道 王家族人都知道 入选十八英意味着什么 竞争很激烈 没这么容易 仅仅是华自备 华荣 华江 华雪 华天 华凤五人就很优秀 更别提圣自备和财自备 听说冒自备 出现一位双灵根修士 名额只有十八个 竞争太激烈了 王华阳叹气道 家族的修仙者数量不断增加 竞争也越来越大 嘿嘿 若是能入选十八英 就有希望进入九雄 纪云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十八英 是啊 不过 咱们族内的高手越来越多了 竞争太激烈了 以我住基五层的修为 在小家族 怎么也是精锐 在咱们家族 只是负责巡逻 王华阳轻笑了一下 道 别发牢骚了 小家族子弟的待遇 跟咱们能一样吗 有人过来了 都打起精神来 别给家族丢脸 他们停止交谈 停了下来 远处天际出现一道刺眼的青光 青光的速度很快 没过多久 青光就停了下来 赫然是一艘三十余丈长的青涩非洲 数十名修士站在上面 为首的是黄斧瑞和黄斧雄 他已经进入元英期 目前是元英中期 黄斧瑞得知青莲仙旅双双进入化神期的消息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他在惊讶之余 也有一些庆幸 还好当年没有太过分 否则现在就惨了 黄斧雄跟王长生见过 不过当时王长生易容了 黄斧雄已经修炼到元英后期 晚辈王华阳见过诸位前辈 王华阳躬身一礼 客气地说道 王小友 我们受邀前来参加青莲法会 这是勤俭 黄斧雄袖子一抖 一张轻萌萌的勤俭飞出 落在王华阳的面前 青色勤俭上面有一个青色莲花图案 青色莲花闪烁不停 王华阳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认无误后 他微笑着说道 黄斧前辈 实在不好意思 前来参加青莲法会的修士太多了 宾客赞助外岛 青莲法会正式召开的时候 才能进入青莲岛 黄斧雄点点头 道 李简 带路吧 王小友 王华阳将他们带到外岛 安置下来 第1769章 黄斧世家的谋划 一座僻静的青蛙小院 黄斧雄和黄斧睿 坐在石亭里闲聊 数百年的时间 没想到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家族 能出现两位化神修士 据我所知 东离界的历史上 日月宫 万佛寺 九幽宗 万剑门 大燕王朝 都曾经同时出现两位化神修士 黄斧雄的语气 充满了羡慕 早知如此 我当年就不会那样做 黄斧睿叹气道 满脸懊悔之色 哪怕是占卜师 只是知道一个大概而已 而且 占卜也会出错的 否则大家都不用修炼了 让占卜师占卜未来就行了 黄斧雄摇头说道 他语气一转 接着说道 王家的地位今非昔比 必须要跟王家合作 希望王家愿意帮忙 黄斧世家在允仙冰原 发现一件重宝 不过那个地方十分危险 想要取宝 必须要有四阶蛟龙才行 其他四阶灵兽帮不上忙 黄斧世家 原本是想跟王家合作 一起取宝 以黄斧世家的实力 那件重宝 肯定是归黄斧家所有 不过天蓝界入侵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拖延到现在 得知王长生进入化神期的时候 黄斧世家半信半疑 如果是真的 为何王家没有举办大典 黄斧世家怀疑 是东离界的化神修士作局 为了引诱天蓝宗修士上钩 汪如烟进入化神期 王家广发情帖 黄斧世家想不相信都难 王家跟咱们黄斧家的地位 相差太大了 未必愿意帮忙 就算王家愿意帮忙 那件重宝 恐怕也无法落到咱们手上 黄斧锐叹气道 那件重宝是指望不上了 不过能得其他东西也不错 若是能借此机会 加强跟王家的关系 对咱们家族未来的发展也有好处 说起来 那件宝物是镇仙塔出现的第一件通天灵宝 只不过阴差阳错下 流落在允仙冰原罢了 黄斧雄缓缓说道 以黄斧世家的底蕴 几件灵宝还是拿得出来的 黄斧家谋划上千年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自然不是为了一件灵宝 而是一件通天灵宝 还是镇仙塔出现的第一件通天灵宝 黄斧锐点点头 道 咱们这一次带了一份重礼 而且 此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大有益处 王家应该会帮忙 就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只妖孽会不会进入五阶 如果清廉仙女一起出手 加上通天灵宝 应该没有问题 黄斧雄沉声道 语气有些不确定 清廉岛 清廉风 地下室的大门打开了 王长生走了出来 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 藏魔冰原之行 他得到十二颗雪参果 和一颗雪参果树 分给冰原王一颗雪参果 他还有十一颗雪参果 他服用了三颗雪参果 炼化了雪参果蕴含的冰寒之力 法力增进不少 可惜家族 没有五阶炼丹师 若是炼制成丹药 效果更好 他来到一间石室门口 大门自动打开了 王兴走了出来 王兴的体表 笼罩着一层金色灵光 气息比以前强大不少 他已经进入原因中期 化身能为王长生做不少事情 不过缺陷也很明显 化身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只会按照命令行动 如果没有王长生的命令 他跟一个死物 没多大区别 换句话说 就算王兴进入化身期 没有王长生控制 他根本做不了什么 王长生很清楚化身的弊端 不过化身还是有不少优点的 探险寻宝让他打头阵 可以减少损失 王长生取出传讯盘 联系王孟坟 询问清联法会的情况 老祖宗 宾客陆续赶到 百里世家 欧阳世家 皇甫世家的人 希望跟您私下谈谈 目前没有化身修士到访 不过街道请柬的势力 都派出了代表 王孟坟如实说道 语气有些兴奋 王长生并不奇怪 王家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各个势力的化身修士 亲自前来参加 太义先门 可能会派化身修士参加 百里世家 欧阳世家 和皇甫世家的人 都安置在哪里 张家派人过来了吗 王长生追问道 司徒妹夺赦张家子弟 因为种种原因 张家没有被灭 不过张家也遭受到很多排挤 要不是有王家护着 张家已经被其他势力灭了 张家这些年 一直为王家效力 还缉拿过两位天兰宗的杰丹修士 不过未能出现原因修士 百里世家和欧阳世家的人 住在青莲岛 皇甫世家的代表 安置在外岛 张家派人过来了 天秦亲自带队 王天秦是王长生的后人 嫁给了张家子弟 王长生和汪如烟进入化神期 他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成为张家的首脑 你把百里世家和欧阳世家的代表 请到青莲峰 先请欧阳世家的代表 王长生吩咐道 欧阳世家是王家的姻亲 也是唯一跟王家联姻的修仙世家 接待的顺序很重要 这表示王家的态度 是 老祖宗 我马上就去请他们 王孟坟答应下来 一座雕兰玉器的金色阁楼 欧阳胜涛正在一名 眉清目秀的红裙少女 说着什么 红裙少女柳叶湾眉 信念水波 肌肤赛雪 看其法力波动 赫然是一位元英修士 欧阳月容 她身具火药之体 已经修炼到元英后期 数百年前 欧阳家举办大寿 王长生带着族人 前往欧阳家祝寿 欧阳月容 不过是助击期 小被切磋 她以强大实力 获得第一名 数百年过去了 欧阳月容 已经进入了元英期 修炼速度远超一般修士 她的资质很不错 又得到家族的重点培养 修炼到元英后期 并不奇怪 王有卫也参与了那场比试 她不过是元英初期 除了资质的原因 跟两家底蕴 也有很大关系 明月说了 她会找机会让我们见到王前辈 当年将她嫁入王家的决定是正确的 欧阳盛掏笑着说道 欧阳家对欧阳月容既以厚望 她身具灵体 有很大脊帅进入化神期 欧阳世家底蕴身后 传承至今 辅助冲击化神期的灵物也不多了 还有一份 欧阳月容的把握不大 他们这一次参加清联法会 除了想要加强两家的关系 还希望王长生 帮忙弄到冲击化神期的灵物 第1770章 清理神经和化龙果 进入化神期 欧阳月容的语气充满了自信 自从她踏入仙途以来 一切顺利 没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 她对于自己进入化神期 充满了自信 就在这时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响起 一道恭敬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老祖宗 王家家主过来了 说是太好真人请你们过去 欧阳盛涛和欧阳月容对视了一眼 两人满脸喜色 连忙走了出去 王孟坟双手倒背 站在门口 气定神闲 王长生和汪如烟进入化神期后 王孟坟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其他势力的原因修士 见到王孟坟都会可客气的 欧阳盛涛和欧阳月容走了出来 王孟坟上前一步 笑着说道 欧阳道友 老祖宗刚刚出关 指明先见你们一面 毕竟咱们两家是殷亲 其他势力的代表 可没有这个待遇 王道友说的是 我们两家是殷亲 有劳王道友带路 咱们不能让王前辈久等了 欧阳盛涛客气地说道 好的 你们跟我来 化为一道顿光破空而走 欧阳盛涛和欧阳月容连忙跟上 他们刚飞出十几里 高空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某个巨大的山谷上空 骤然出现一团巨大的雷云 隐约听到一阵响亮的龙鸣声 欧阳盛涛和欧阳月容心中一惊 两人面面相去 我们培育的灵兽在画胶 没什么好看的 王孟坟的语气平淡 不过脸上露出自豪之色 总所周知 王长杰带着九条三阶蛟龙闯阵仙塔 对于闯过第三十六层 从那以后 王家加大了培养蛟龙的力度 目前已经拥有五条三阶蛟龙 他们都是利用灵丹庙药培育出来的 体内的蛟龙血脉很淡薄 欧阳盛涛和欧阳月容暗暗吃惊 他们没有说什么 跟着王孟坟来到青莲峰 在一座僻静的青瓦院落 他们顺利见到了王长生 晚辈拜见王前辈 欧阳盛涛和欧阳月容连忙行礼 多年不见 欧阳小友进入元阴后期了 不错呀 王长生的目光落在欧阳月容身上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他记得 上次见到欧阳月容的时候 欧阳月容不过是驻姬妻 数百年过去了 欧阳月容已经是元阴后期 不愧是灵体者 王前辈谬赞了 晚辈还有很多地方 要跟王前辈学习 欧阳月容谦虚道 这里没有外人 有什么话 你们放心大胆地说吧 王长生和颜悦色地说道 欧阳月容的资质不错 条件允许的话 他不介意帮一把 结一份善缘 欧阳胜涛翻手取出两个精美的金色玉匣 打开玉匣 取出一块晶莹剔透的青色矿石 和一颗金色果实 金色果实表面有一些血色纹路 仔细一看 酷似一条迷你蛟龙 这是一块清理神经 和一颗画龙果 清理神经炼入法宝之中 可以增强法宝的威力 以清理神经为主材料 炼制灵宝都没有问题 画龙果树千年开花 千年结果 再过三千年才成熟 可以强化蛟龙的血脉 提高进阶的几率 这两件东西 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祝贺王前辈和汪前辈进入化神期 欧阳胜涛缓缓说道 语气诚恳 王长生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清理神经 是一种很罕见的炼器材料 大型的清理矿脉 才会出现一些清理神经 有了这块清理神经 再加上其他的珍稀材料 王青山的本命法宝 可以提升为灵宝级别 王家培育出来的三阶蛟龙 都是用秘术培育出来的 算是拔苗助长 成长难度很高 冰封蛟 若不是吞噬了熬青的内丹 和大量的灵丹妙药 也难以进入四阶 画龙果可以强化蛟龙的血脉之力 提高进阶的几率 若是有了画龙果树 王家将来有望培养出 更多的四阶蛟龙 当然了 画龙果树的成长周期太长了 王长生是看不到了 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 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王长生开口问道 与气温和 欧阳胜涛略意沉吟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听说镇仙塔的气灵 在收集珍稀材料 我们欧阳家愿意帮忙 希望能换到一份 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一份就行 镇仙塔气灵 在收集珍稀材料 不是什么秘密 王家也跟欧阳世家说了这事 欧阳胜涛是觉得 气灵能跟王长生交流 私下交易应该不是问题 实在不行 王家子弟闯镇仙塔 获得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分欧阳家一份就行了 这要看你们拿出什么东西 我说了不算 要气灵答应才行 这是气灵要收集的材料 你们收集到这些材料就交给我 我想想办法 如果弄到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份 王长生一边说着 一边取出一枚青色欲剪地 给欧阳胜涛 气灵恢复自由之身 对王长生来说也有好处 王长生倒也不介意帮个小忙 前提是 气灵愿意拿出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如果气灵不愿意 王家可不会拿出 辅助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交给欧阳胜涛 毕竟王家也没有几分 好的 没问题 欧阳胜涛满口答应下来 只要王长生答应了 那就好办了 他的神识尽如欲解 眉头紧重 很多东西的名字 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好在有图案和文字介绍 多花一些时间 应该能收集到一些材料 青莲法会召开之际 我们会亲自讲道 你们大老远赶来青莲岛也不容易 多住一段时间 王长生吩咐道 他望向欧阳岳荣 说道 欧阳小友 有关冲击化神器的事宜 我可以指点一下你 欧阳家祖上出现过化神修士 自然留下了冲击化神器的心得 不过心得是死物 不如王长生这个活生生的化神 讲解心得 欧阳岳荣连声称谢 喜不自胜 虽说他们修炼的功法不一样 不过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修炼心得是很宝贵的东西 他也不客气 提问了几个修炼上遇到的难题 王长生一一解答 他跟多位化神修士交流过 指点欧阳岳荣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时辰后 欧阳岳荣和欧阳圣涛 满脸笑意地离开了清联峰 王孟坟将他们送回住处 就赶往百里世家代表的住处 没过多久 他出现在一个幽静的山谷外面 发了一张传音符 很快 百里云英走了出来 他代表百里世家前来参加清联法会 百里仙子 老祖宗请你过去一趟 王孟坟面带微笑地说道 太好了 那我们快过去吧 百里云英面露喜色 跟着王孟坟来到清联峰 第1771章 养魂墓 七星冰髓果 通天灵宝 在一座僻静的青蛙小院 百里云英见到了王长生 晚辈拜见王前辈 百里云英恭身行礼 神色恭敬 虚礼就免了 百里小友 百里道有进来如何 王长生的与其温和 百里世家跟王家的交情不深 不过百里厄是东历界 为数不多的五节恋丹师 王长生对百里世家还是比较看重的 否则百里云英也无法直接住进清联岛 皇甫雄和皇甫瑞被安置在外岛 有劳王前辈挂心了 老祖宗一切安好 这是老祖宗的一点心意 祝贺王前辈和王前辈进入化神期 百里云英取出一个精美的金色玉霞 和十个青色玉盒 他打开金色玉霞 里面装着两颗半月形的白色灵果 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香气 十个青色玉盒里装的是千年灵药 都是水属性的灵药 这是冰月果 千年开花 千年结果 再过千年才成熟 有精进法力之效 还有这十株千年灵药 这是我们百里世家的一点心意 老祖宗希望咱们两家联姻 不知王前辈意下如何 百里云英小心翼翼地说道 王家崛起之势势不可挡 不出意外的话 青莲仙旅能够庇护王家两千多年 他们进入化神期的时间不长 寿源还有很多 百里世家擅长炼丹之术 种植了大量的灵药 拿出一些灵药作为贺礼 也是表示诚意 王家和百里世家两家联姻 这是共赢 王长生进入化神期 百里厄高看眼 汪如烟再进入化神期 百里厄就不是高看眼了 而是十分重视了 东离界有史以来 一个势力出现两位化神修士的次数并不多 联姻 我正有此意 你们有什么打算 王长生温声说道 上次百里厄上门 他就想跟百里世家联姻 加强两家的关系 日后需要什么灵丹妙药 也可以请百里世家帮忙 老祖宗说了 只要王前辈愿意联姻 由您做主 百里云英客气地说道 百里厄是老牌的化神修士 他让王长生做主 给足了王长生面子 王长生也没有说什么 对他来说 联姻就是走个行事 王家子弟嫁出去 或者娶亲都没有问题 孟坟 这件事交给你了 一定要办得体体面面 王长生冲王孟坟吩咐道 这种事情交给王孟坟 去办就行了 王孟坟满口答应下来 他的神色激动 王家跟百里世家联姻 势力会更大 发展会更好 闲聊了一会儿 百里云英就告辞了 返回住处休息 孟坟 你去把皇甫熊和皇甫锐 请到我这里来 皇甫家毕竟是南海十大修 先世家之一 不要怠慢了 客气一些 王长生叮嘱道 王家现在发展很好 越是这样 越要注重这些细节 尤其是不能交了那些 四海为家的散修 如果交了了散修 那就直接抹杀 不给对方成长起来的机会 是 老祖宗 我这就去请他们过来 王孟坟应了一声 起身离开 皇甫家派人过来了 我记得他们提过 要跟杂门合作 去允仙兵园取宝 若不是天蓝界入侵 这件事应该已经办成了 一道银铃般的女子声音响起 汪如烟从阁楼里走了出来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她闭关十年 彻底掌握了两门心神通 我也很好奇 允仙兵园有什么东西 让皇甫世家如此重视 还要四阶的兵属性蛟龙配合才行 王长生的脸上露出好奇之色 能让皇甫世家如此重视 允仙兵园肯定是有重宝 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通天灵宝 还是十分罕见的天才地宝 把清灵叫过来吧 如果皇甫家真是为了这事过来 她理应到场 如果皇甫家不是为了这事过来 她也可以见一见老朋友 汪如烟提议到 取出传讯盘 打入一道法诀 清灵 你要是没事来一趟清连峰 见一见你的老熟人 把冰峰交代上 知道了 九神 我这就过去 收起传讯盘 汪如烟和王长生静静地等待起来 没过多久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吟声响起 王孟坟大步走了进来 躬身一礼 道 老祖宗 他们到了 让他们都进来吧 王长生吩咐道 王孟坟领命而去 没过多久 他又回来了 王清灵 黄甫雄和黄甫睿 跟在王孟坟的身后 晚辈拜见王前辈 王前辈 黄甫雄和黄甫睿 连忙躬身行礼 神色恭敬 王清灵也跟着行礼 虚礼就免了 都不是外人 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王长生的语气温和 单手握着一支青色茶杯 黄甫雄取出一个青色锦盒 从中取出一块五尺来长的黑色木头 木头表面焦黑 坑坑洼洼 仿佛被虫咬过一样 他面露不舍之色 说道 这是一节万年的养魂墓 可以滋养魂破元神 慢慢壮大神石 此目献给王前辈 祝贺王前辈和王前辈进入化神期 养魂墓 王长生神色一动 单手朝着养魂墓虚空一抓 养魂墓飞落在他的手上 他早就听说过这种奇目 不过从未见过 越是珍贵的灵墓 人工培育的难度越高 哪怕只是随身带在身上 王长生的神石都可以源源不断壮大 不过这个速度比较慢 身为炼器师 王长生可以炼制成法宝 效果更好 如果一位族人 从小带着养魂墓炼制 而成的法宝 时间越长 他的神石越强 成套傀儡兽的威力比较大 但是消耗的神石也不少 族内很少有修士 能够操控成套傀儡兽 同时操控两三只傀儡兽 没有问题 超过三只就不行了 你们大老远赶来青莲岛 不是为了送养魂墓的吧 有什么话直说吧 王长生的语气温和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得到一块万年养魂墓 王长生的心情大好 我们此次前来 是想跟王前辈谈一下允仙冰源的事情 皇甫雄不敢隐瞒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允仙冰源某处有一颗七星冰髓果树 七星冰髓果可以辅助修仙者 冲击化神器 不过这种果树生长在万年以上的冰川 一般环境无法培育 有两只四阶的冰属性妖兽守护 想要采摘七星冰髓果 就要灭掉此妖 这还不算最重要的 在七星冰髓果树附近有一个冰湖 湖底有一件冰属性的通天灵宝 此宝是阵仙塔出世的第一件通天灵宝 皇甫雄愿意带路 希望获得两颗七星冰髓果 通天灵宝 七星冰髓果 王长生脸上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无论是通天灵宝 还是七星冰髓果 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为何要四阶蛟龙 才能取保其他灵兽不行 汪如燕有些困惑地问道 我们皇甫家先祖多方尝试 都以失败告终 除了兵系灵兽 其他灵兽根本无法潜入冰湖底下 更别说跟那只妖兽厮杀了 皇甫雄苦笑道 为了采摘七星冰髓果 皇甫家前后死伤七名元英修士 死伤四阶灵兽六只 灵宝损坏两件 皇甫家斩杀了一只四阶妖兽 还剩下一只 说到底 是那只妖兽的实力太强了 普通灵兽根本奈何不了它 蛟龙在妖族之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兵属性的四阶蛟龙把握大一些 第1772章 宾客云集 皇甫家杂入大量的修仙资源 培养兵系灵兽 都不是那只妖兽的对手 七星冰髓果 通天灵宝 王长生恍然大悟 难怪皇甫世家想要冰封交 这样倒也说得通 七星冰髓果树在允仙冰原深处 路上会碰到不少强大禁止 皇甫家一位原英后期修士 死在强大禁止之下 每过数百年 禁止会有一段时间的削弱期 按照皇甫雄的陈述 数年后会允仙冰原的禁止 会迎来虚弱期 这是最佳取宝时间 如果有通天灵宝 我们倒是可以跑一趟 至于给你们多少颗七星冰髓果 要看我们得到多少颗 希望那只妖兽不会进入五阶吧 王长生的语气沉重 一千多年前 那只妖兽就已经是四阶上品 这么多年过去了 搞不好那只妖兽已经进入五阶 寻宝之前 他们必须要多做一些准备 这是自然 我们一切为王前辈马首试战 皇甫雄连声答应下来 只要王长生答应去寻宝 一切都好说 皇甫雷取出一枚白色玉剪 双手弟弟王长生 宫生说道 王前辈 这是允仙冰原的情况 路上可能碰到的静止 要经过一处有连环静止的地方 那里特别危险 王长生接过预检 神石一扫 点了点头 收下了预检 王前辈 我们皇甫世家 想跟你们王家联姻 还请王前辈成全 皇甫雄诚恳地说道 王家现在的发展如日中天 皇甫家跟王家联姻 有很大好处 等我们从允仙冰原取报回来再说吧 你们一路辛苦 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王长生吩咐道 殷亲不是越多越好 一个真心朋友 顶得上一百个普通朋友 看到王家发展起来了 皇甫家才想联姻 这种殷亲 多半也靠不住 他倒不是排斥 只是不想答应得太爽快 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是不会珍惜的 皇甫雄和皇甫睿 满口答应下来 王梦坟带他们退下了 原来他们是图谋通天领宝 难怪这么看中小白 王清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东离界的华神老怪 也做不到人手一件通天领宝 多一件通天领宝 可以增强家族的实力和抵御 汪如燕的神色认真 体修才能驱使九胶骨 目前族内只有王长生 能够驱使此宝 王长生点头道 不管怎么说 一件通天领宝 值得咱们跑一趟 不过在此之前 咱们要做一些准备 小心使得万年船 允仙兵源 好歹是南海修仙界七大兄弟 咱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对了 清凌 冰封胶 还是四阶下瓶吗 王长生问起了冰封胶 是的 蛟龙进阶本来就困难 小白特别喜欢冰属性的灵丹妙药 不过咱们家族弄不到多少 他进阶没这么快 不过他的寿命比原音修是长多了 慢一点进阶也没事 王清凌说起冰封胶 两眼放光 你好好照顾他 数年后取宝 说不定会用上他 这是化龙果 可以强化他的血脉之力 对他进阶有好处 王长生一边叮嘱 一边取出化龙果 递给王清凌 化龙果 太好了 有了果盒 咱们可以尝试种植一棵化龙果树 如果培育出化龙果树 家族以后培养蛟龙 更加方便了 王清凌激动地说道 前人种树后人成粮 这是会及后人的事情 闲聊了几句 王长生让王清凌回去了 夫人 我打算将养魂木炼制成法宝 有养魂木和弑魂金蝉 我们的神识会越来越强 王长生笑着说道 神识足够强大 才能修炼魁水真金 除此之外 他和汪如烟的神识叠加 可以攻击敌人 多收集一些材料 争取炼制成灵宝 增长神识的效果 肯定更好 汪如烟提议道 就在这时 王孟坟快步走了进来 他的神色凝重 老祖宗 太义先门的孟前辈 和万寿岛的公孙前辈到了 现在就在外面 孟天正和公孙央 是王长生的老熟人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对视了一眼 两人化为两道顿光破空而走 飞出青莲岛 青莲岛外 一条体长百丈的金色蛟龙 飘浮在高空中 公孙央等上百名修士 站在金色蛟龙的身上 金色蛟龙的脑袋上 有一根红光闪闪的独角 体表遍布精美的红色花纹 公孙央和金天龙 站在金色蛟龙的脑袋上 一艘淡青色的非洲 飘浮在高空 孟天正等上百名太义先门弟子 站在青色非洲之中 王长生和汪如烟停了下来 他们冲凉伙人抱拳说道 孟道友 公孙道友 你们大驾光临 我们青莲岛蓬壁生辉 王道友 王夫人 你们客气了 咱们是多年的交情了 我奉刘师祖之命 前来参加青莲法会 并送几件东西 祝贺你们进入化神期 聊表心意 我们万寿岛也准备了一份贺礼 王道友和王夫人肯定喜欢 这是金师叔 金师叔想跟百灵仙子 交流交龙的培育心得 公孙央的语气热络 两位道友太客气了 里面请 我马上联系青莲 让他好好跟金道友学习一下 王长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将两伙人请进青莲岛 王孟坟负责安置万寿岛 和太义仙门的门人子弟 孟天正 公孙央 金天龙三人 跟着王长生夫妇来到青莲峰 王清凌后脚赶到 金天龙跟他离开了 两人一起交流交龙的培育之术 王长生四位化神闲聊 王道友 王夫人 这是我们万寿岛的一些心意 祝贺你们进入化神期 公孙央取出一个金色玉盒 一个青色瓷瓶 和两个蓝色玉盒 金色玉盒里装着两颗淡金色的腰单 两个蓝色玉盒里 各装着一块七色珊瑚 这是两只四阶试魂金蝉的内单 还有一瓶寿岭 还有两节两千年的七色珊瑚 不成敬意 公孙央客气地说道 他知道王长生一直很想帮助 试魂金蝉进入四阶 有了四阶试魂金蝉的内单 和一瓶寿岭 如果王长生的试魂金蝉 还无法进入四阶 那也不值得继续培育下去了 七色珊瑚 是很好的炼器材料 用作灵宝的主材料 绰绰有余 第1773章 黑金石 五阶蚕丝 五阶兽皮 公孙道友有心了 多谢了 孙道友进来可好 王长生称谢一句 收了下来 有了四阶试魂金蝉的内单 和一瓶寿岭 试魂金蝉有希望进入四阶了 孙天虎一直坐镇东里岛 监视藏仙海域的变化 一旦绝灵之气散去 他就会杀入藏仙海域 孙师祖挺好的 他老人家让我给你带话 若是藏仙海域的绝灵之气散去 还请王道友出手帮忙 协助孙师祖剿灭天兰宗修士 若能剿灭天兰宗修士 你们家族也能获得一笔修仙资源 公孙央正色道 王长生和汪如烟 进入化神器的时间不长 不过他们精通合机之术 还有通天灵宝 他们若是愿意帮忙 孙天虎等人的压力也会小一些 如果绝灵之气散去 我们愿意帮忙 王长生答应下来 事关东离界的安危 他义不容辞 公孙央面露喜色 取出一个精美的蓝色玉瑕 打开玉瑕 里面装着一块黑乎乎的矿石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 这是黑金石 这可是五阶炼器材料 注入法力重弱万金 注入的法力越多 质量越重 孟天正惊讶到 目中露出几分羡慕之色 这是我私人送给王道友的 七色珊瑚加上黑金石 再凑齐一批炼器材料 你可以炼制两件重量型法宝 也只有体修 才能发挥出重量型法宝的最大威力 公孙央的语气诚恳 五阶材料不是大白菜 万寿导也不多 不可能随便送人 否则化神修士隔三差五举办庆典 就能收集到一批五阶材料 公孙道友有心了 多谢了 王长生称谢一声 收下了黑金石 黑金石 圆瓷金和七色珊瑚 可以用来炼制重量型的灵宝 孟天正微微一笑 道 有喜不喜欢 他取出一个精美的红色玉匣 红色玉匣里装着一捆红色蚕丝 五阶的蚕丝炼制灵宝的主材料 王家崛起太快 抵蕴浅薄 急缺五阶的炼器材料 汪如烟的本命法宝金莲琴还是菩提法宝 有了这堆五阶蚕丝 金莲琴有望晋升为灵宝 太义先门这份贺礼送到王长生的心砍了 孟道友 贵派有心了 多谢了 王长生称谢一声 收下了两个玉匣 汪如烟端起茶壶倒茶 随口问道 孟道友 公孙道友 龙逍遥没有在露面吗 没有 他好像失踪了 我要是龙逍遥 我也不会轻易出现 上次他们露面死掉了一位化神修士 估计成金弓之鸟了 公孙央姬笑道 龙逍遥等人不露面 就是最大的威胁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 因为龙逍遥和李硕的存在 很多化神修士外出 都要特别小心 以免遭到埋伏 东离界的面积不小 他们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 很难找得到 哼 他们要是敢现身 一定给他们一点颜色瞧一瞧 孟天正杀气腾腾 他也是法体双修 而且他进入化神期有百余年了 并不拒龙逍遥 四人就东离界的局势闲聊了起来 王长生得知不少有用的信息 大半个时辰后 公孙央告辞离开 孟天正继续跟王长生和汪如烟闲聊 王道友 气凌当年跟你说了什么 方便告诉在下 他等我说 他有办法飞升灵界 让我帮忙收集炼气材料 他才会告诉我 飞升灵界的办法 孟天正正色道 目中满是期待之色 王长生眉头微皱 这跟气凌所说的差不多 不同的是 气凌是说 带王长生前往灵界 却跟孟天正说 告诉他 飞升灵界的办法 他不知道孟天正说的是真是假 又或者气凌跟谁都这么说 只是给王长生等人花大饼 希望早点收集到足够的珍稀材料 他很快否决了自己这个猜测 气凌主动作弊 给王长杰通天灵宝 已经说明问题 气凌对他还是比较特别的 想骗他的话 没必要给通天灵宝 冲击化神奇的灵物 和五阶丹药 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不过他说 收集到足够多的珍稀材料 他可以恢复自由之身 到时候会给我一笔好处 王长生编造了一个谎言 他无法确定 孟天正说的是真是假 防人之心不可恶 孟天正跟他非亲非故 王长生也没有全信孟天正 再说了 谁知道气凌说的是真是假 万一是话大饼 到时候气凌不认账 其他化神修士 岂不是认为他在说谎 孟天正半信半疑 不得不说气凌这一招确实厉害 除了气凌本人 谁都不知道 气凌跟王长生等人说了什么 毕竟人心格度皮 他取出一个精美的青色玉匣 打开玉匣 从中取出一张青萌萌的瘦皮 瘦皮表面有一些银色纹路 这是五阶瘦皮 王道友 我想跟你交换一些炼器材料 如何? 王长生略意沉吟 取出一个白色锦盒 打开锦盒 里面是一块雪白色的木头 这是万年雪参木 王长生得到一棵万年雪参果树 弄下一些树干炼器 这是万年雪参木 你这块瘦皮太小了 交换的话 我有些吃亏 不过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就换给你吧 王长生温生说道 若不是太义仙门 送了一捆五阶蚕丝 他还真不愿意交换 孟天正拿出来的五阶瘦皮 小了一点 交换比较吃亏 孟天正面露喜色 答应下来 闲聊了大半课中 孟天正起身离开 王长生让王孟坟带他下去休息 有了五阶蚕丝 可以帮夫人的本命法宝 晋升为灵宝了 王长生有些兴奋说道 法宝晋升为灵宝的过程很麻烦 需要大量的珍惜炼器材料 五阶蚕丝是最重要的一种材料 其他材料已经收集齐全了 汪如烟笑着点点头 道 我正想炼制五阶符传 有了这张五阶兽皮 可以尝试炼制五阶符传了 闲聊了几句 他们分别走进不同的密室 王长生练气 汪如烟制服 第1774章 清联法会 半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清联岛上张灯结彩 每一位族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浓浓的笑意 户足大阵也启动了一部分静止 以免有消小捣乱 清联峰 一座幽静的青蛙小院 汪如烟坐在石厅之中 双手抱着天幻琵琶 一阵阵欢快的琵琶声响起 似乎在诉说一件喜事 夫人好兴致 清联法会要召开了吧 王长生欣喜的声音 骤然响起 他走了过来 他顺利将金联琴提升为灵宝 如此一来 汪如烟的实力提高不少 金联琴已经晋升为灵宝了 夫人你看看喜不喜欢 王长生取出金联琴 递给汪如烟 汪如烟仔细查看了一下 美眸中满是喜色 不错 灵宝跟普通法宝 就是不一样了 如此一来 就算碰到龙逍遥 我们也在所不拒 汪如烟信心满满地说道 他们本来就掌握了合击之术 现在有了通天灵宝 他们联手实力更强 算一算时间 清联法会也要召开了吧 王长生望向远处天际 目光凝重 从今以后 王家就是南海十大修仙世家之一了 一座占地极广的青石广场 数千名宾客聚集在青石广场 按照修为高低 他们坐在不同的位置 孟天正和公孙央坐在最靠前的位置 主座空空如也 王孟坟等王家修士早早来到了青石广场 他们激动之余 也有些紧张 这是王家第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庆典 光是元英修士 就有五十多人 化神修士都有两名 结单修士上百 一道响亮的钟声响起 王孟坟深吸了一口气 大声喝道 清联法会开始 恭请老祖宗 王家修士一口同声地说道 恭请老祖宗 远处天际涌现出无数的青色灵光 化为一朵朵青色莲花 从高空飘落 落在青石广场上面 一道青色红桥出现在天际 王长生和汪如烟出现在青色红桥上面 王长生身穿蓝色长袍 身材魁梧 双目闪烁着一阵金光 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犹如一座巍峨大山一般 汪如烟一身蓝色宫装 黑发如曝散落在肩膀上 脸上不湿粉带 给人一种清净感 青色红桥的末端落在青石广场上面 王长生和汪如烟也出现在青石广场上面 上千名修士纷纷站起身来 拜见王前辈 汪前辈 老祖宗 众修士攻身行礼 声音阵的虚空扭曲变形 王长生和汪如烟点了点头 大步朝着主座走去 他们坐了下来 众修士这才陆续坐下 万剑门恭贺王前辈 汪前辈进入化神期 送上万年 风桑木一节 五接兽皮一张 千年灵药十株 九阳宗祝贺王前辈 汪前辈进入化神期 献上九阳丹两瓶 千年灵药五株 炼器材料一批 四海门献上四接妖丹十颗 炼器材料一批 祝贺王前辈 汪前辈进入化神期 各个势力的代表 纷纷献上赫礼 跟王家走得比较近的势力 赫礼要贵重一些 关系一般的 赫礼自然不会太重 王家有了两位化神修士 就算跟王家关系一般的势力 也会送上一份赫礼 日月宫都派人过来了 王孟坟负责收赫礼 满脸兴奋之色 光是四接妖丹就收到了上百颗之多 千年灵药三十多株 还有一大批炼器炼丹材料 这些东西足够王家培养出 更多的高阶修士 多谢诸位道友 不远千里 赶来参加我们王家举办的清联法会 我们敬大家一杯 王长生和汪如烟举起酒杯 敬了众人一杯 众修士不敢怠慢 纷纷端起酒杯回敬 难得人齐 我分享一下自己的修炼心得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王长生的声音不大 所有修士都听得清清楚楚 化神修士讲道 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碰上的好事 众修士的神色激动 王长生说起了自己的修炼心得 当然不会细讲 细讲是针对自家族人的 不过对于其他修士来说 多少有借鉴之处 能有多大收益 就看他们个人的领悟能力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轮番讲道 有个别修士陷入顿悟状态 王孟坟派人布置阵法 将顿悟的修士隔离开来 避免其他修士打扰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天色暗了下来 不过青石广场上灯火通明 上千名修士听得津津有味 好了 就讲到这里了 能领悟多少 就看你们各自的能力了 汪如烟的语气温和 多谢汪前辈讲道 晚辈感激不尽 众修士一口同声地说道 听完两位化神修士讲道 有人受益良多 有人跟没听差不多 同样一个信息 不同修士的接受程度和反馈 是不一样的 这也很正常 你们难得来一趟 一定要尽兴 孟坟 好好招待宾客 王长生吩咐一声 王长生跟汪如烟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王长生 汪如烟 孟天正和公孙杨四人 出现在青莲峰 他们品茶聊天 王道友 我还有些事处理 就不多留了 改日再会 闲聊了一会儿 公孙杨起身告辞 我也该动身返回宗门了 一大堆是等着我呢 多谢王道友 和王夫人的款待了 孟天正告辞离开 他们在青莲捣住了大半个月 已经很给王家面子了 王长生也没有过多挽留 他和汪如烟 亲自送他们离开 咱们得到不少练弃制服材料 多准备一些手段 允仙兵员不是闹着玩呢 皇甫世家一直未能取宝 除了那条四阶妖兽的存在 跟允仙兵员的禁止 也有很大关系 咱们不能大意了 王长生提醒到 有很多势力 都派人参加了青莲法会 光是鹤里 王家就发了一大笔财 五阶材料也有一些 王长生打算花数年的时间准备一下 然后去允仙兵员取宝 前提是 聚葬仙海域的绝灵之气 没有散去 我会努力多练制几张伏兵 用来探险 希望能得到那件通天灵宝 汪如烟的神色激动 如果有两件通天灵宝 只要不碰到化神后期修士 他们都在所不拒 闲聊几句 王长生和汪如烟 回去练弃制服 为允仙兵员取宝做准备 第1775章 动身寻宝 三年的时间 很快过去了 王家举办青莲法会 王长生和汪如烟亲自讲道 这一消息传开后 很多势力都愿意跟王家合作 若是有利益冲突 他们自动退让 王家迎来一个飞跃式的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 又涌现出一批仗势欺人的王家子弟 这是任何势力都存在的问题 王家的执法唐司毫不留情 发现一位违法乱纪的族人 就处置一人 连续处置了几十人 这才杀住了这股歪风 青莲法会结束后 王家也正式纳入 十大修仙世家的行列 沈家被挤出 十大修仙世家的行列 神雕岛还没有露面 不知躲在那里 一部分独孤家子弟 在外面活动 修为并不高 他们也不知道 神雕岛现在在哪里 青莲峰 王长生和汪如烟 正在石厅里说着什么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在此期间 王长生利用原瓷金 飞金石等多种材料 炼制了一件重量型的 灵宝万中风 原瓷金太小 否则应该叫原瓷山了 彩莲 自家人用不着那一套虚理 你进来吧 王长生冲外面说道 没过多久 彩莲仙子走了进来 他的气息 比以前强大了不少 已经是原因中气 彩莲仙子 任王长生和汪如烟 为亦父亦母 借助他们的气韵 修炼占占卜之术 不过 他也无法为王家子弟占卜 占卜师 不能为自己和青族占卜 否则反噬会很严重 他从王家挑了两位族人 教导他们占卜之术 彩莲见过亦父亦母 彩莲仙子迎身一礼 神色恭敬 彩莲 这具四阶傀儡兽 是我亲手练制的 你的实力不强 拿去防身吧 王长生翻手 取出一颗淡青色的金属圆球 金属圆球表面 遍布玄奥的灵纹 这是一只四阶中品傀儡兽 他目前只能练制出 四阶中品傀儡兽 暂时无法练制出 四阶上品的傀儡兽 主要是材料问题 能够练制四阶上品傀儡兽的材料 都可以拿来练制一件灵宝了 彩莲仙子称谢一声 收下了傀儡兽 彩莲 我们有一件事 想你帮帮忙 这是皇甫雄的生辰八字 你能不能算一算 未来五年他的契运 他是原因修士 影响不了什么大局 汪如烟取出一张信纸 递给彩莲仙子 他们打算带着皇甫雄去寻宝 彩莲仙子 不能为王长生夫妇占卜 可以为外人占卜 彩莲仙子仔细一看 点了点头 取出工具占卜 此人运势很差 不宜远行 彩莲仙子如实说道 如果他远行会怎么样 你占卜会不会出错 王长生有些紧张地问道 按照彩莲仙子这个说法 皇甫雄去取宝有很大的风险 这岂不是说 他们也会有危险 还是说 只是皇甫雄有危险 他若是出远门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占卜肯定会出错 彩莲仙子的神色认真 彩莲 大气运者的运气 是不是会一直很好 汪如烟追问道 彩莲仙子摇头说道 那倒不是 只是说在某个时间段 大气运者的运气 特别好 过了这个时间段 就不好说了 占卜是亏天机 不是逆天改命 事事无常 哪怕我占卜此人 气运滔天 他可能出门就被杀了 运势有胜有衰 九幽宗第三代 宗主请我们祖上占卜过 结果是 九幽宗昌盛万年 事实并非如此 天机也是会改变的 并非一成不变 我们知道了 你回去修炼吧 王长生让彩莲仙子退下了 眉头紧皱 夫君 按照彩莲的说法 咱们这一次去寻宝 时间再去 汪如燕提议道 王长生沉音片刻 摇头说道 不 咱们非去不可 修仙是求得真我 如果占卜师说 咱们命该如此 咱们就认命 人定胜天 我命由我不由天 彩莲也说了 大气运者在某个时间段 运气特别好 咱们进入原因期后 多次遇险 不也化险为夷吗 你进入化神期的时间不长 我相信 咱们的好运 没这么快过去 从彩莲仙子的说法来看 王长生和汪如燕的好运 还没有停止 不过王长生坚信 人定胜天 占卜师的话 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过也不能过于 信赖占卜师的话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咱们就动身吧 快去快回 不过黄甫雄的运势不佳 就别带他去了 带黄甫瑞他们去吧 汪如燕建议道 他们不可能还带黄甫雄去寻宝 王长生取出传讯盘 联系王孟坟 让他把黄甫雄和黄甫瑞 带到清莲峰 汪如燕联系王清凌 让他过来一趟 半课中不到 黄甫雄 黄甫瑞和王清凌 就出现在王长生的面前 我们打算去寻宝了 不过现在的形势比较复杂 天蓝宗修士潜伏在暗处 谁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收买其他修士 你暂且在清莲岛住下 黄甫瑞跟我们去寻宝 王长生吩咐道 他自然不能告诉黄甫雄实情 找了一个借口 把黄甫雄留在清莲岛 只要黄甫雄待在清莲岛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等寻宝回来 再让黄甫雄离开 可以救他一命 仅遵王前辈之命 黄甫雄和黄甫瑞 自然不敢说不 满口答应下来 王长生望向王清凌 问道 清凌 血缘训练的如何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血缘布置战阵 已经形成一定战力 他们已经生了好多胎了 目前有42只血缘 王清凌如实说道 你去把他们带上 三阶中坪以下的血缘 就留在清莲岛 再去家族宝库 领取战甲和重量型的法宝 到时候交给他们使用 我们要去允仙冰原寻宝 他们能发挥用处 王长生吩咐道 他授意王清净 炼制战甲和重量型法宝 主要是拿来给血缘使用 他给这批血缘 取了一个名字 原位 欧阳世家有灵位 王家有原位 血缘精通人形 更容易配合 王清凌领命而去 王孟坟带着黄甫雄退下了 一刻钟不到 他就回来了 王长生 汪如烟 王清凌 黄甫瑞四人 利用传送阵 离开了青莲岛 有王清山坐镇青莲岛 再加上户足大镇 王长生和汪如烟都很放心 第1776章 原位之威 允仙冰原是南海七大兄弟之一 严格来说 允仙冰原是一块巨大的冰川 常年积雪 静置虫众 还生存着不少强大的妖兽 允仙冰原身处 有很多外界难得一见的天才地堡 吸引修仙者前往寻宝 允仙冰原的静置和妖兽 可不好对付 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修士 死在了允仙冰原 纵然如此 每次允仙冰原迎来 静置虚弱期 还是有大量的修士 前往允仙冰原寻宝 一道清光出现在天际 没过多久 清光停了下来 顿光一脸 露出一张轻蒙蒙的画轴 正是飞龙在天图 王长生 汪如烟 王清凌和黄斧瑞四人 站在飞龙在天图上面 顺着王长生的目光望去 下方是一块巨大无比的冰川 一眼看不到镜头 冰川深处被浓浓的白色雾气笼罩住 还有不少强大静置 无法探查冰川的情况 王清凌手中拿着一张青色兽皮 上面是一张地形图 这是皇甫世家提供的允仙冰原地图 允仙冰原很大 这幅地图记载了五分之二的区域 还有五分之三的区域是未知的 允仙冰原的虚弱期会有大半年 纵然静置的威力有所削弱 杀死原因修士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能威胁到化神修士 否则允仙冰原的宝物早就被取走了 皇甫瑞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神色有些忐忑不安 咱们快去快回吧 虽说有地图在手 咱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小心使得万年传 王长生叮嘱道 法爵一掐 飞龙在天图缓缓降落 落在冰川上面 他们一落地 一股刺骨的寒气迎面吹来 汪如烟绣袍一抖 寒气骤然溃散 王清凌右手一晃 二十多道白光 从灵兽珠之中飞出 正是雪原 四阶雪原有七只 还有十五只三阶雪原 雪原王是四阶中品 相当于原音中期修士 他们都穿着一件雪白色的战甲 白色战甲 由无数枚白色铁片 互相扣合而成 战甲表面 有一个白色莲花的图案 王清凌取出二十二件法宝 递给他们 雪原王使用一根十余丈长的白色狼牙棒 其他雪原使用刀枪棍棒 这就是王家的原味 皇甫瑞阿安吃惊 这股力量快赶上皇甫家了 皇甫家传承悠久 族内有十多只四阶灵兽 更别提个别族人有四阶灵兽 假以时日 王家还真的会追上皇甫家 二十二只雪原在前面开路 三阶雪原打头阵 成金字塔的队列前进 他们从小在冰川长大 十分熟悉这种环境 就算有异常 他们也方便应对 王长生和汪如烟四人紧随其后 他们的速度不快 他们走过的地方 留下一排深深的脚印 没过多久 脚印就被密集的雪花遮掩住了 过了一会儿 王长生四人就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 仿佛从未出现过 三日后 一个四通八达的山谷 二十二只雪原 正在跟二十多只通体白色的蜘蛛肌豆 白色蜘蛛的脑袋奇小无比 腹部臃肿 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 这是八爪冰珠 王长生四人站在一旁 并未出手 王清凌手持一面白色令旗 令旗的旗面上 绣着一个白色猿猴图案 他挥动白色令旗 发出一道道指令 修仙者同时操控几只灵兽不是问题 同时操控二十多只灵兽 想让他们做出及时的反应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才有可能做到 好 雪原王张口咆哮 发出一道低沉的嘶吼声 一道白茫茫的鹰波席卷而出 二十一只雪原纷纷效仿 各喷出一道白茫茫的鹰波 八爪冰珠 被密集的白色鹰波击中 不约而同道飞出去 三阶中品的八爪冰珠 骤然倒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五脏六腑已经被震碎了 这是战阵 经过王清凌的训练 雪原的实力比以前提高不少 八爪冰珠刚站起来 二十二只雪原分成八组 雪原王一人一组 三只雪原一组 围攻八爪冰珠 八爪冰珠纷纷喷出白色蛛丝 缠住他们的身体 雪原喷出一股白茫茫的寒气 白色蛛丝瞬间结冰 他们用力一扯 蛛丝就断掉了 雪原挥动手中的法宝 砸向八爪冰珠 八爪冰珠镰刀般的利爪 击在雪原身上 传出一阵闷响 雪原皮粗肉厚 八爪冰珠很难伤到雪原 而八爪冰珠的肉身 可比不上雪原 他们能挡住法宝几次攻击 次数多了 他们也挡不住 雪原王挥动白色狼牙棒 将八爪冰珠王的脑袋砸得粉碎 其他雪原将二十多只八爪冰珠 分成多个小块 分而兼之 实习不到 二十多只八爪冰珠 尽数被杀 无意逃跑 八爪冰珠的爪子 可以拿来练制冰属性的法宝 四阶的八爪冰珠 有五只之多 可以练制数套冰属性法宝了 想要练制成灵宝 除非练入万年玄域之类的珍稀冰属性材料 否则只能是成套法宝 王青龄将八爪冰珠的尸体 收入储物件 让雪原继续前进 一展察的时间后 他们穿过峡谷 眼前是一片茂密的白色森林 森林里生长着大量的白色树木 白色树木的叶片 个体的实力不强 不过剩在数量众多 还有一种擅长隐秘身形的雪金蟒 雪金蟒剧毒无比 黄斐瑞的神色凝重 开口提醒道 几只四阶雪金蟒而已 不足为惧 需要小心的是那些静止 汪如烟的语气平淡 他的双目掠过一阵红光 很快又恢复正常 22只雪原走在前面 王长生四人跟在后面 走进白色森林没多久 一阵嗡嗡声响起 数以十万计的白色蚊子 从一颗颗白色树木的树冠之中飞出 扑向王长生等人 黄斐瑞脸色一变 22只雪原立刻做出反应 他们连忙散开 将王长生四人团团围住 好 一阵响亮的咆哮声响起 一道道白色音波 从雪原嘴里飞出 此起彼伏 虚空震荡 无数的雪花被强大音波吹起 漫天飞舞 数十万只白色蚊子 接触到白色音波 纷纷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再也没有飞起来 22只雪原 不断发出一道道响亮的咆哮声 一道道白色音波席卷而出 一颗颗白色树木撕裂开来 化为一大片白色木屑 黄斐瑞头晕脑胀 战都站不稳 音波攻击的威力很大 更何况22只雪原 同时施展音波攻击 王清凌一直负责训练雪原 他有些不是 不过已经习惯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 神色如常 哪怕是原因修士 也受不了22只雪原 施展音波攻击 实习过后 上百颗白色树木 化为了一大片白色木屑 数十万只腰纹 也落在了雪地上 它们全部被强大音波震死了 第1777章 寻宝达人黄富贵 黄斐瑞的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他如何看不出来 原味精通战阵 王清凌收起白色腰纹的尸体 蚊子再小也是肉 多少能赚一笔零食 雪原继续前进 步伐并不快 清凌 让他们停下来 把他们收进灵兽珠 这里有空间裂缝 汪如烟骤然开口提醒道 语气急促 王清凌没有丝毫迟疑 立刻将所有雪原收入灵兽珠之中 几棵大树骤然断裂 切割处平滑无比 仿佛被力气所伤 不过奇怪的是 并没有看到任何力气 汪如烟的眉心 出现一个红色眼珠子 正是乌缝法木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树刀若隐若现的白色灵光 朝着他们飞来 王长生脸色一沉 望向黄斐瑞 黄斐瑞满头雾水 这一条路 他们黄斐家走过多次 都没有空间裂缝 如果真的有空间裂缝 他也不敢带王长生和汪如烟到这里来 那不是找死吗 往左边躲避 贴着地面 汪如烟提醒道 他们四人纷纷朝着左手边移动 数十颗白色树木 骤然四分五裂 王长生四人平安无事 虚惊异常 黄斐小友 这是怎么回事 你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王长生的脸色阴沉 如果不是汪如烟发现异常 他们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他的神识并未发现空间裂缝的存在 我确实不知道这里有空间裂缝 还是移动的空间裂缝 我们走了很多次 都没有出现任何空间裂缝 黄斐瑞满头大汗 有些紧张地解释道 那怎么我们来了 就有空间裂缝出没 如果你想骗我 编造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王长生的语气沉重 应该是有人触动了某种连环禁止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 黄斐瑞硬着头皮解释道 希望你没有说谎 否则你知道下场 王长生的语气冷漠 黄斐瑞应该不会骗他 否则黄斐瑞肯定没好果子吃 考虑到空间裂缝的存在 王清凌没有再放出血缘 他也奈何不了空间裂缝 王长生四人缓缓朝着前面走去 他们的速度很慢 满脸戒备之色 王长生神识大开 观察附近的环境 汪如烟利用乌缝法目观察 丝毫不敢大意 两日后 他们走出了白色森林 路上碰到了多只妖兽 不过威胁不了他们的安全 他们没有再碰到空间裂缝 穿过白色森林 一座巍峨的雪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雪山如同一根雪白色的巨棍一般 耸立在雪原上面 王前辈 越过这座雪山 在前进三万里 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这座雪山有强大禁止 经过的时候会降落白色的闪电 我准备了一件防御灵宝 咱们越过这座雪山不是问题 皇甫瑞一边说着 一边取出一把灵光流转不定的青色小伞 伞面上遍布玄奥的灵纹 伞骨上刻着玄阅伞三个小字 这是一件防御灵宝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皇甫家目前没有化身修饰 树剑灵宝还是拿得出来的 他将悬越伞往头顶一抛 打入一道法绝 清光一闪 悬越伞飞到他们的头顶 滴溜溜一转 垂放下一片青蒙蒙的霞光 笼罩住他们四人 四人朝着雪山走去 他们一踏入雪山 高空立刻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一道银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 劈向王长生四人 银白色闪电劈在青色霞光上面 顿时消失不见了 显然 皇甫家早有准备 这件防御灵宝 就是为了抵挡雪山的禁止 他们的速度不快 一道道银白色闪电划破天际 陆续披在青色霞光上面 如同泥如大海 青色霞光完好无损 来到山顶 银白色闪电的数量越来越多 皇甫锐的脸色苍白下来 王长生祭出两颗定海珠 法觉一掐 两颗定海珠 绽放出刺目的蓝色霞光 无数的蓝色海水狂涌而出 形成一道凝厚的蓝色水墓 罩住他们四人 十几道银白色闪电 积在蓝色水墓上面 蓝色水墓荡起一阵阵液 完好无损 定海珠晋升为灵宝后 威力大增 防御能力也有所提高 一展察的时间后 他们越过了雪山 王长生神色如常 他法觉一掐 收起了两颗定海珠 若是没有防御灵宝 还真的很难越过这座雪山 眼前是一片辽阔无边的雪原 白茫茫的一片 这里经常刮起寒风 有几个地方有空间裂缝 不过都是不可移动的空间裂缝 不过还要小心 可能静置会有变化 黄斐瑞的表情名重 黄斐家多位高阶修士 死在这里 王长生神势大开 略过方圆五百里 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也没有发现任何静置波动 都小心一些 希望顺利到达目的地 王长生叮嘱道 他们四人朝着雪原走去 速度并不快 高空不断有白色雪花飘落 不过还没落在他们身上 白色雪花骤然溃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走了树里 雪原上骤然刮起了一阵狂风 十几道白茫茫的龙卷风 出现在雪地上 快速朝着他们席卷而来 白色龙卷风所过之处 卷起大量的白色雪花 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王长生眉头一皱 翻手取出七星斩妖刀 朝着虚空一批 一道刺耳的刀鸣声响起 上百道蓝萌萌的刀器席卷而出 迎向十几道白色龙卷风 轰隆隆的巨响过后 王长生四人继续上路 过了一会儿 他们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原之中 三日后 王长生四人出现在一座低矮的土坡上面 前面有一座狭长的山谷 山谷两侧是陡峭的悬崖 允仙兵员的静置迎来虚弱期 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大麻烦 穿过这座山谷 咱们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黄斧瑞有些兴奋地说道 那就走吧 速战速决 王长生吩咐道 语气沉重 他们走进山谷 并没有任何异常 还没走多远 一阵震耳欲聋的暴鸣声响起 距离他们并不远 不好 有人接足仙灯了 黄斧瑞咒眉说道 这里 已经是陨仙兵员深处 修仙者的神石受到严重的限制 谷内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无数的雪花被吹飞 化为一枚枚白色冰刃 数量有上千枚之多 痴痴的破空声响起过后 密集的白色冰刃 从四面八方斩来 与此同时 王长生四人感觉眼前一花 骤然出现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原 狂风呼啸而过 阵法 有人在这里设服 王长生面色一冷 望向黄斧瑞 黄斧瑞下的腿都软了 连忙说道 王前辈不要误会 晚辈可没有那个胆子谋害王前辈 估计是其他修仙者布置的阵法 他们想阻拦其他人 打扰他们寻宝 说不定之前的连环禁止 也是他们触动的 王长生和汪如烟对视了一眼 两人互相点了点头 王长生挥舞七星斩妖刀 朝着虚空一批 上百道蓝蒙蒙的刀器 席卷而出 斩向四周 汪如烟的食指 快速掠过琴弦 一阵激昂的琴声响起 数十道蓝色音波 飞掠而出 轰咙咙 一阵巨大的暴鸣声响起过后 他们回到了山谷之中 雪地上多了数十感断裂的阵旗 和几块破碎的阵盘 就在这时 一道黄色顿光 从山谷出口飞了过来 黄色顿光 赫然是一名长满麻子的黄袍男子 他的身材肥胖 神色慌张 目中满是恐惧之色 黄富贵 怎么是你 王清凌惊讶到 他没有想到 在这里碰到黄富贵 王家参加清联法会 黄富贵并没有到场 王家举办盛大庆典 黄富贵都到场 王清凌还有些奇怪 难道黄富贵这些年 一直在允仙兵员活动 并不知道 王家举办清联法会 第1778章 五街交恶 王前辈 王前辈 救命 五街妖兽 黄富贵看到王长生和汪如烟 惊喜交加 他连忙开口求救 从天兰界回来后 黄富贵获得了一笔修仙资源 他没有太大的功劳 没有获得领保 不过他在天兰界的藏魔兵员 获得两件领保 实力大增 他闭关五十多年 还是原因中期 碰到了瓶颈 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他是散修 修炼的功法一般 瓶颈自然多一些 为了化解瓶颈 黄富贵四处游历 他的阅历丰富 结识了不少好友 机缘巧合下 有一位好友邀请 黄富贵到允仙兵员寻宝 据说发现了七星冰髓果树 七星冰髓果 可是辅助冲击化神器的灵果 五名元英修士一起寻宝 不过他们的运气不好 触动了静止 被困在某地数年 好不容易脱困了 两名元英修士 死在静止之下 黄富贵和两位同伴 好不容易来到目的地 却碰到五街妖兽 若不是黄富贵跑得快 他就死了 至于另外两位同伴 黄富贵不知道他们的死活 死到有不死频道 他自顾不暇 哪里有心思关心其他人的死活 五街妖兽 王长生双目一眯 果然有五街妖兽 正好是一世九娇鼓的威力 吼吼 一道低沉的嘶吼声响起 一道千余丈高的白色龙卷风 追了过来 黄富贵的身体 不受控制地 朝着白色龙卷风飞去 王前辈救我 救我 黄富贵的声音 带着一丝哭腔 他还不想死啊 一道刺耳的刀鸣声响起 一道蓝色长虹从天降 披在了白色龙卷风上面 轰隆隆 白色龙卷风 被蓝色长虹斩得粉碎 爆发出一股强大气浪 强大的吸力消失了 黄富贵体表皇光大掌 顺息百丈 仔细观察的话 他的裤脚有一些兵线 他差点就死在五街妖兽嘴里 直接下庙了 若不是这里的温度很低 这件囧尸 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一只百鱼丈长的妖兽 趴在地面上 从外形来看 酷似鳄鱼 不过他的脑袋酷似蛟龙 踢表被白色的鱼鳞包裹着 背部有一对食欲胀大的白色肉翅 五街下品的蛟鳄 拥有一丝蛟龙血脉 这 那条兵鳄呢 黄富瑞目瞪口呆 按照情报 守护七星冰髓果树的 是一只四街上品的兵鳄 怎么出现一条蛟鳄 那家伙已经被我吃掉了 两位化神 吃了你们 我应该能更进一步 蛟鳄口吐人言 语气冰冷 就平面 你有这么好的牙扣 也不怕穿坏了 王长生轻笑道 一脸不屑 你们退下 这里交给我们 汪如烟给王清凌三人传音 语气严肃 黄富贵如释重负 二话不说 化为一道黄色顿光 破空而走 王前辈小心 他擅长冰顿树 小心他 黄富贵的话还没说完 前方虚空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无数的白色雪花迎面飞来 一个模糊后 化为骄恶的模样 黄富贵吓得半死 骄恶是盯上他了 他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怎么骄恶盯着 他不放呢 好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骄恶喷出一股白茫茫的寒气 激在黄富贵的护体灵光上面 黄富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冰块 就在这时 虚空中涌现出点点蓝光 化为一只百余丈大的蓝色大手 以排山倒海之势 拍向骄恶 与此同时 骄恶的石海 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 蓝色大手准确拍在了骄恶身上 骄恶倒飞出去 他的身体骤然炸裂开来 化为一大片血化 下一刻 王清凌身边 骤然刮起一阵凌冽的寒风 现出骄恶的身影 他的血脉不纯 未能化为人形 不过 他还不至于愚蠢到 跟两位化神修饰硬碰硬 先把原因修饰吃了 再找机会对付两位化神修饰 他的优势在于熟悉地形 哪里有强大静止 他一清二楚 一阵急速的琴声响起 一道蓝萌萌的音波激势而来 激在骄恶身上 骄恶的身体再次炸裂开来 化为无数的白色血化 王长生袖子一抖 十八颗定海珠飞出 一个模糊后 化为十八道流光 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他发觉一遍 虚空中骤然涌现出点点蓝光 形成一个巨大的蓝色水墓 将方圆五十里都笼罩在内 某片虚空骤然刮起一阵寒风 现出骄恶的身形 几乎是骄恶现身的同时 他的尸海再次传来一阵剧痛 他感觉自己的尸海要爆裂开来 发出一道痛苦至极的嘶吼声 他的头顶骤然亮起一道黑光 一座巴掌大的黑色山峰 凭空浮现 黑色山峰表面遍布玄奥的符文 灵气逼人 正是领保万重山 万重山亮起一阵夺目的乌光后 体型暴涨至一座巍峨大山大小 同时喷出一片黑色霞光 罩住了骄恶 骄恶感觉身体一紧 仿佛有人将它按在了地面上 万重山以雷霆万军之势砸下 准确地砸在了骄恶身上 地动山摇 大量的雪花飞起 王长生纵身飞到黄富贵身边 手掌按在冰块上面 扑斥的一声闷响 一股蓝色火焰凭空浮现 冰块快速融化 黄富贵脱困了 他的脸色苍白 显然亏损了不少元气 你们先去外面躲一躲 有多远跑多远 这里交给我们了 王长生吩咐道 他想要试一试九娇谷的威力 黄富贵他们留在这里 只会让他束手束脚 黄富贵应了一声 跟着王清凌和黄富瑞 朝着远处飞去 蓝色水墓骤然荡起一阵涟漪 出现一个树丈大的缺口 他们三人顺着缺口飞了出去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黄富贵吓得半死 加快了顿速 汪如烟取出天幻琵琶 弹奏起来 娇恶发出一道愤怒的咆哮声 提表白光大放 想要站起身来 他刚站起身来 万重山灵光大掌 将其压倒在地 十几道蓝色刀器从天而降 斩在他的脑袋上 火花四剑 娇恶的脑袋上 多了几道细小的刀痕 你们找死 娇恶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 眼珠子也变成了血红色 他提表涌现出无数的白色寒气 一件凝厚的白色战甲 出现在提表 白色寒气接触到万重山 万重山开始结冰 冰层快速扩散 好 万重山被顶飞出去 娇恶喷出一片白茫茫的寒光 照着万重山 万重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变成了一座白色冰山 虚空中涌现出无数道蓝色水汽 骤然化为一片蔚蓝的海洋 将娇恶团团围住 蔚蓝大海快速旋转 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 仿佛有成千上万把利刃 击在娇恶身上一般 传出一阵坑坑的闷响 火花四剑 第1779章 九娇谷之威 骄恶的鼻孔喷出一股白茫茫的寒气 体标涌现出无数的白色寒气 蔚蓝大海骤然结冰了 不过很快 冰层破裂 海水旋转的速度太快了 冰层还无法蔓延开来 就破碎了 一阵阵激昂的琵琶声响起 数以千计的蓝色水刃 从蔚蓝大海之中飞出 陆续骄恶身上 传出丁丁的闷响 蔚蓝大海 骤然掀起五道惊天巨浪 一个模糊后 化为五名三十余丈高的蓝色巨人 蓝色巨人的手臂和大腿肌肉突骨 囚精毕露 仿佛铜胶铁柱一般 正是癸水力士 五名癸水力士一跃而起 双拳朝着骄恶砸去 他们的双拳击在骄恶身上 仿佛击在了铜墙铁壁上面一般 传出一阵闷响 每一名癸水力士都有百万斤之力 骄恶纵然皮粗肉后 也忍不住发出一道痛苦的嘶吼声 庞大的身体扭曲起来 他张口喷出一股白茫茫的寒光 罩住了两名癸水力士 两名癸水力士骤然结冰 变成了冰雕 同时高空骤然飘下大量的雪花 伴随着一阵狂风 无数的白色雪花落在 另外三名癸水力士身上 他们同样化为了冰雕 骄傲的尾巴猛然一扫 五名癸水力士四分五裂 化为漫天冰险 海水剧烈翻滚 五名癸水力士再次现身 他们是法力幻化而成 生生不息 除非王长生的法力耗尽 否则癸水力士会不断出现 五名癸水力士再次挥动双拳 鸡象骄恶 好 一道愤怒的龙音声响起过后 一道刺目的白光骤然亮起 淹没了蔚蓝大海 王长生眉头微皱 他的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通天灵宝 他的神识感应到 一股惊人的灵气波动 出现在他的感应当中 白光散去 蔚蓝大海已经变成了冰海 五名癸水力士也化为了冰雕 下一刻 一声巨响 冰海四分五裂 化为无数枚白色冰锥 直奔王长生和汪如烟而来 汪如烟面色一冷 琵琶声变得急促起来 一股蓝萌萌的音波席卷而出 漫天的白色冰锥跟蓝色音波相撞 纷纷爆裂 化为滚滚寒气 没过多久 寒气散去 露出王长生和汪如烟的身影 他们的脸色凝重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黄斧雄说的那件通天灵宝 落在了五阶妖兽手上 不是说通天灵宝 撞在一个特殊的器皿里吗 焦恶趴在雪地上 眼珠子闪烁着森然的寒光 一颗通体雪白的圆珠 漂浮在他的头顶 通天灵宝悬玉珠 用一大块万年悬玉为主材料 炼制而成 焦恶机缘巧合下得到磁宝 修炼速度突飞猛进 这才得以进入五阶 想要驱使通天灵宝 必须要掌握通宝诀这一门秘书 小势力或者散修出身的修士 根本无法掌握通宝诀 郑海宗曾经拥有通天灵宝 自然掌握了这一门秘书 焦恶一直待在允仙冰原 根本没有机会 获得通宝诀的修炼之法 他只能发挥出 玄玉珠部分威力 纵然如此 他也有信心击败对方 你们自己找死 那就送你们上落 焦恶的语气冰冷 头顶的玄玉珠 爆发出刺目的白光 附近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无数的白色雪花 从高空飘落 一道道白茫茫的龙卷风 出现在雪原上 数量有上百道之多 无数的雪花被吹飞 呼啸声大响 上百道白茫茫的龙卷风 从四面八方袭来 目标直指王长生和汪如烟 汪如烟的食指迅速掠过琵琶弦 一大片蓝萌萌的鹰波席卷而出 迎了上去 蓝色鹰波跟白色龙卷风相撞 如同泥如大海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破空声 这一片虚空 仿佛要被狂风搅碎一般 王长生深吸了一口气 袖子一抖 一面水气蒙蒙的小鼓飞出 落在地面上 小鼓表面刻着九条栩栩如生的蛟龙 正是九胶鼓 咋 王长生一声低含 一道法掘打在九胶鼓上面 九胶鼓的体型暴涨至上许高 九条蛟龙仿佛活过来一般 在表面游走不停 他的体内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声 身高长大一圈 青筋暴露 王长生的双拳涌现出刺目的蓝光 一拳砸在了九胶鼓上面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一道蓝蒙蒙的音波席卷而出 蓝色音波锁过之处 虚空荡起一阵震水波纹般的涟漪 仿佛要撕裂开来 无数的雪花被掀飞 蓝色音波跟白色龙卷风相撞 白色龙卷风仿佛遇到克星一般 尽数溃散 通天灵宝 不可能 你怎么也有通天灵宝 娇恶惊呼道 语气带着一丝慌乱 如果对方没有通天灵宝 他凭借通天灵宝 还敢以一敌二 现在王长生拿出通天灵宝 他可不敢恋战 蓝色音波到了他的面前 他头顶的旋御珠 骤然涌现出无数的白色寒气 赢了上去 蓝色音波接触到白色寒气 骤然结冰 骄恶的尾巴猛然一扫 冰层破碎 音波消失不见了 又是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又是一道蓝色音波席卷而来 这一道蓝色音波比刚才那道音波更强 不过骄恶凭借学御珠挡住了 好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一道又一道蓝色音波席卷而出 一道音波比一道强大 第六道蓝色音波席卷而出后 王长生的脸色胀得通红 汪如燕的身上贴着一张轻萌萌的符转 脸色苍白 九娇鼓是大范围杀伤的通天灵宝 除了施法者 任何人都无法幸免 若不是他炼制了某种四阶上品符转销 弱了音波的威力 再加上护体灵光和灵宝护身 他也受不了 第六道蓝色音波所过之处 地面撕裂开来 十几座山头骤然炸裂 化为了阴粉 骄恶的眼中露出一抹惊慌之色 玄欲珠灵光大涨 迎向第七道蓝色音波 哄咚咚 一声巨响 第六道蓝色音波跟玄欲珠相撞 玄欲珠倒飞出去 蓝色音波瞬间到了骄恶面前 骄恶吓了一大跳 连忙喷出一片白茫茫的寒光 迎了上去 同时体表涌现出无数的白色寒气 全身被一件凝厚的白色冰甲包裹着 白色寒光跟蓝色音波相撞 如同保纸一般四分五裂 蓝色音波略过骄恶的身体 白色冰甲四分五裂 化为一大片白色冰线 冰盾术 王长生和汪如烟身边 骤然刮起一阵白茫茫的寒风 骄恶一现而出 他的体表有一些鲜血 显然受到了创伤 几乎是他现身的一瞬间 一阵跌宕起伏的琵琶声响起 虚空中骤然涌现出点点蓝光 化为一枚眉玄傲的蓝色音符 蓝色音符争先恐后地 没入骄恶体内 他仿佛被定住了一般 一动不动 这时汪如烟掌握的心神通定灵音 能够暂时定住敌人 修为越高 法力越充沛 定住敌人的时间越长 第1780章 第二件通天灵宝 玄狱珠 王长生一拳 砸在九胶谷的谷面上面 一道震天焊地的龙银声响起 一道水气萌萌的蓝色音波席卷而出 汪如烟的脸色胀得通红 高耸的胸口 起伏不定 蓝色音波系在娇恶身上 娇恶发出一道凄厉至极的嘶吼声 大量的白色鳞片从他的身上脱落 鲜血淋漓 他庞大的身体 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王长生和汪如烟体表 纷纷涌现出刺目的蓝光 王长生的气息暴涨 迅速提升到化神中气的水准 他的青睛暴起 可以清楚看到皮肤下的血管 难怪震仙塔气凌说 只有体修才能驱使九胶骨 慈宝的威力确实不小 不过消耗的法力也不少 王长生的右拳爆发出刺目的蓝光 再次砸在了九胶骨上面 一道惊天动地的龙银声响起 虚空荡起一阵涟漪 剧烈扭曲变形 一道蓝萌萌的音波凭空浮现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扑的一声 汪如烟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脸色苍白下来 纵然有诸多防护 九胶骨第八道音波 还是让他受伤了 可见第八道音波的威力之大 第八道蓝色音波锁过之处 虚空剧烈扭曲变形 地面撕裂开来 出现一道道粗长的裂缝 骄饿吓了一大跳 玄狱朱化为一道白光 向他飞来 玄狱朱滴溜溜一转 涌现出滚滚寒气 狂风四起 一道千余丈高 直径百丈的白色龙卷风 凭空浮现 迎向蓝色音波 轰隆隆 白色龙卷风 如同纸壶一般 炸裂开来 玄狱朱倒飞出去 没有掌握通宝诀 骄饿根本无法发挥出 玄狱朱全部威力 骄饿想要施展兵顿术避开 不过石海再次传来一阵 难以忍受的剧痛 等他反应过来 蓝色音波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快速掠过他的身体 骄饿庞大的身体 骤然趴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他的五脏六腑全部被震碎了 白光一闪 一只迷你骄饿从尸体上飞出 一座红光闪闪的巨塔 从天而降 罩住了迷你骄饿 将其收入红色巨塔之中 王长生长吐了一口气 眼中满是喜色 难怪镇仙塔气凌说 九骄骨是他炼制的众多灵宝之中 威力最大的 八想就灭杀了一只五阶妖兽 九想岂不是更厉害 汪如烟笑着说道 在镇仙塔气凌眼里 九骄骨不过是一件灵宝而已 也许是气灵眼光太高 又或者灵界关于通天灵宝 有等级规划 若不是服用了五阶龙园 和一瓶金髓断骨丹 我还真无法驱使此宝 王长生感叹道 若不是服用了五阶龙园 和一瓶金髓断骨丹 他根本无法敲响第八想 驱使九骄骨不单单要法力 还要有足够大的力气 不是化神器的体修 根本敲不响 给汪如烟拍一年 他都拍不响一下 他单手一招 玄玉珠向他飞来 落在他的手上 触手冰凉无比 应该是用万年玄玉炼制而成 用量还不少 夫人 你还没有通天灵宝 这件宝物交给你使用吗 王长生将玄玉珠递给汪如烟 这样一来 他们一人一件通天灵宝 实力更强 以王长生目前的法力 他也无法同时驱使 两件通天灵宝 主要是九骄骨消耗法力巨大 汪如烟也不客气 收起了玄玉珠 王长生收起定海珠和娇恶的尸体 有了一只五阶妖兽的尸体 他又可以炼制几件灵宝了 家族的底蕴进一步增强 走吧 咱们把七星冰水果树弄回去 王长生大步朝着前面走去 汪如烟连忙跟上 没过多久 他们就出现在一座 巍峨冰山的山脚下 左手边有一座白亩大的冰湖 冰山的半山腰 有一棵通体白色的果树 树上挂着五棵雪白色的果子 每一棵果子表面 都有七道银色光点 如同北斗七星一般排序 他放出木妖 让他移植七星冰水果树 木妖折腾了好一会儿 无功而返 冰山不知道存在多长时间了 法宝难伤 他无法扎根 按照皇甫雄的陈述 这座冰山 起码有万年了吧 存在万年的冰山 确实很难处理 汪如烟皱眉道 如果强行移植 一个弄不好 七星冰水果树就会枯死 到那时 他们要花数千年的时间 培育七星冰水果树 既然如此 那就整座冰山迁移回青莲岛 正好给雪原坐窝 王长生轻笑道 满脸自信 整座冰山迁移回青莲岛 汪如烟愣住了 满脸震惊 王长生大步来到山脚下 他取出七星斩妖刀 朝着冰山一劈 坑的一声闷响 冰山表面多了一道淡淡的砍痕 王长生收起七星斩妖刀 双手戴上裂海拳套 朝着冰山砸去 轰隆隆的巨响 冰山表面出现一道长长的裂痕 一拳 两拳 三拳 轰鸣声不断 冰山的裂痕越来越大 百里之外的一个低矮土坡 王青莲眉头紧皱 目中满是担忧之色 黄富贵跟黄府瑞在一旁打坐调息 静静等待 王先子 放心吧 王前辈和汪前辈道法高深 他们不会有事的 黄富贵安慰道 王长生这一次救了他一命 这份恩情太重了 我倒是不担心九书九审的安全 过去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结束斗法 取宝还要小白帮忙呢 王青霖皱眉说道 他们过来了 想必解决那只武阶妖兽了 黄富贵满心欢喜 朝着远处望去 王青霖朝着远处天际望去 看到了两道顿光朝着他们飞来 没过多久 两道顿光落在他们的面前 正是王长生和汪如烟 九书九审 你们没事吧 王青霖关切地问道 两位前辈解决那只妖兽了 黄富瑞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青霖仙旅的实力这么强 这么快就能灭杀一只武阶妖兽 不过这也能理解 毕竟青霖仙旅有通天灵宝 有精通合击之术 我们没事 那只妖兽被我们解决了 东西到手了 我们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王长生并不打算久留 他们只有允仙兵员五分之二的地图 未知的地方可能会有惊喜 风险肯定也很高 得到一件通天灵宝 一颗七星冰髓果树和一只武阶妖兽的尸体 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就说嘛 王前辈和王前辈道法高深 晚辈佩服至极 这一次多亏了王前辈 否则晚辈就凶多吉少了 黄富贵感激道 满脸谄媚之色 咱们相识一场 举手之劳而已 王长生淡然一笑 祭出飞龙在天图 跳了上去 其他人紧随其后 一道震耳欲聋的龙音声响起过后 飞龙在天图画为一道青色顿光破空而走 消失在天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